大家好,这里是TCCE高级云运维认证课程的第六课 业务云化解决之道,混合云 在前面几课中,我们已经学习了很多关于自动化云运的方法和技能 从这一课开始,我们开始学习在云计算环境下 运维工程师要面临的架构和常见的工作场景 我们首先从混合云的场景开始学习 在本课中,我们首先会了解混合云方案的产生背景 试用的问题场景 再介绍一下混合云的优势 了解混合云场景下的运维有哪些特点 一般混合云的部署架构 在架构势力中,我们会举出一些场景下的混合云部署势力 最后,会列举一些混合云的部署方法和常用技术 包括弹性伸缩特性的演示 打造一个私有云与公有云统一纳管的混合云监控平台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混合云的概念 什么是混合云 我们来关心一下混合云产生的场景 假设现在有一个公司 在过去几年已经根据公司业务实现了一部分软件系统 部署的方式较为传统 使用了公司内部的服务器集群 企业的软件架构模式也相对比较传统 现在业务系统出现了一些遗留问题 基础设施显得成就,而且渐渐不能跟上公司的业务发展 新业务也逐渐对并发和前沿服务功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比如系统希望能够支持更多的用户同时操作 还希望能够添加一些AI和数据分析的功能 现在企业重新规划了云端应用的计划 希望能够将应用部署到云端 并实现一些云端应用的功能 比如快速部署,快速增加新服务 实现后端容量弹性升缩 与此同时,公司还希望能够对接传统企业应用系统接口和数据 并全面控制敏感数据和专有业务流程 提高有价值信息的安全性 但是如何兼顾现在运行中的服务 以及怎样快速而又平滑地过渡到新应用模式当中 成为了公司面临的挑战 在这样的场景下 公司希望能够得到一套高效率整合的云端部署方案 并应用在自己的软件系统中 经过业内不断的积累和实践 也在基础架构模式不断的演进下 人们发现这种需求能通过公有云与私有云结合部署 量身定制混合云的方式得到满足 在这一刻后面的内容中 我们会逐步了解由业务需求驱动的混合云部署的架构设计 以及实施、部署、监控混合云的实践办法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混合云的概念 混合云是一种交付模式的概念 一般只结合了两种或多种形式的云 所谓的交付模式就是指系统服务方 怎样把服务提供给用户的模式 也就是说同样的一套软件系统 在云端交付的时候 既可以采用公有云的模式 也可以采用私有云或者多种形式结合的模式 用户在使用这些系统功能的时候 交付模式不同 可能对他们来讲没有直接的功能影响 但是对于开发团队和用尾团队来讲 交付模式就存在着使用方法和维护成本的区别 这样可能会间接地影响到系统的质量 所以这是系统团队需要关注的内容 混合云中最常见的是 结合公有云和私有云的混合云 在另外一些场合 也把其他两种云的结合形式称作混合云 除了公有云和私有云之外 还有社区云这种形式 就是指一种在多个组织共享的云 比私有云用户的范围广一些 比公有云窄一些 本课中提到的混合云 都是指公私有云的混合形式 这也是业内最常见的模式 这种云模式的混合 并不是简单的堆砌两种模式 而是以一种创新的方式 利用各种云部署模型的技术特点 提高用户跨云的资源利用率 催生出新的业务 更好地为业务服务 在后续的课程中 我们会介绍混合云的一些优势 因为这些优势 现在混合云越来越成为云解决方案的流行趋势 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在这一节课中 我们来了解一下混合云的优势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混合云相比单一的云部署模式 有独特的优势 首先从交付模式来看 混合云吸取了不同云部署的优点 比如公有云可以实现快速部署 资源利用 私有云可以实现完全控制 而根据业务需求的不同 比如后面课程提及的几种混合云架构 就是针对不同业务的需求而设计的 混合云的第一个优势 就是融合了多种交付模式 在工业界有着IT模式的两种速度的说法 一种是相对较慢的稳定模式 要求IT系统能够为客户提供稳定能而持有的服务 另一种是相对较快的创新模式 要求IT系统能够跟上日新月异的前沿技术 将新技术、新架构快速地应用到业务当中 帮助业务快速提升 使用混合云部署 可以通过不同的组件 用不同的部署方式来达到同时满足两种速度的要求 用私有云满足稳定模式的要求 提供稳定的企业服务 用工有云满足创新模式的要求 利用工有云的快速部署与最新服务 提升IT系统的服务水平 利用这种模式 私有云的部分 可以把企业之前的IT系统积累的工作 全部都保留下来 不用一下全部替换掉 提高成本和风险 而工有云可以快速使用现有服务 比如快速接入数据分析和AI服务 业务切入高速发展轨道 混合云的第二点优势 是能够加快团队应对需求的响应速度 在混合云中部署 将企业应用部署在不同形式的云环境当中 利用云的虚拟化和软件定义的方式 可以将设计和开发解决方案的环境都设法统一起来 比如通过各种网络虚拟化技术和连接 来让不同物理位置的资源共同协作 类似于第五课中讲到的蓝金平台的配置平台功能 把这些不管在哪个位置的云主机 都统一抽象为资源池中的资源 在不同业务之间分配 让用户感觉不到不同部署模式下的云资源的差异 在一些公有云平台上 厂商也会提供一些统一界面 来管控这些分布在公司有云里的基础下购资源 在公有云的环境下 云也提供了便利的服务 比如各种存储服务 数据分析等应用层服务 和基于基础架构优化的视频服务 可以寄取机用 在利用了这些先进的技术和框架的情况下 在逻辑上统一开发和部署当中 有助于提升DevOps的自动化流程的覆盖比例 我们在第四课中 讲到过DevOps对系统团队的好处 就是可以提高整体的开发效率 打破合作翻离 对于运维工程师来讲 对传统服务进行混合云改造时 更是梳理各种用为流程 定制各种自动化工具套件的好时机 混合云的第三点优势 是相对降低成本 由于业务需求的不同 在针对不同的场景下 公有云和私有云的成本会有区别 在使用混合云模式进行部署时 IT部门可以根据业务特性选择不同的部署模式 比如在传粹的私有云环境下 要考虑硬件成本 维护成本和专有技术人员的培训成本 在公有云的场景下 可以利用按时间或者按服务收费 带宽成本和根据价格波动造成的动态成本 也是需要考虑的内容 在混合云条件下 运维团队要根据自己的业务需求 进行比较和权衡 哪些业务适合私有云来承载 哪些适合公有云来承载 已有的服务可以利用现有基础架构节约成本 但是新增的系统就需要考虑是否能直接利用公有云 因为公有云相对来说仍然具有比较高的性价比 混合云的第四点优势 使部署模式更加灵活 在使用混合云部署时 可以尽可能地利用遗留系统的部署方案 在遗留系统的基础上 进行服务和功能上的改造 在考察了业务功能和新的需求之后 可以通过重新分割和部署解决方案关键要素 将适合的业务组件放到适合的部署方式当中 如下图所示 在之前业务的服务可能就是在一个相对单一的基础架构当中 甚至有可能连云都不是 在基础架构中集合了业务应用 中间键、数据库等服务 在改造为混合云的交付模式后 需要从部署方式、网络连接和安全性等方面 考察得出一个和右图所示的架构来 以此刺激出创新模式更好的满足需求 而且随着互联网软件架构的演进 微服务架构逐渐深入人心 有时候一套大型的互联网系统包含了几百上千个微服务 这些服务都需要采用灵活的部署模式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采用混合云环境也可以应对这种场景的需求 混合云的第五个优势是可以充分地利用弹性伸缩 使用混合云的部署方式是 公有云也就是外部云 可以和私有云相互配合 完成一些复杂的基础架构层面的扩展 可以快速地利用外部云服务 提供高峰期扩容和滞后的缩容 弹性伸缩如下图所示 在平时容量时 系统的服务群保持在一定水平 在高峰期时 利用云化的计算资源的特点 可以快速地动态创建出一批云主机 来组成弹性伸缩群 支持后端的服务 自动化的弹性伸缩机制 可以替代效率低下的临时规划与部署 以此提高效率 在成熟的自动化部署 和基础架构运为伸缩的机制下 直接利用业务量 自动判断扩容和缩容的大小 使得IT系统建立一种快速响应机制 来反馈突发流量变化 这样业务系统 可以在应对突发的流量时 更加从容不迫 在计划固定保有基础架构资源时 也可以更加灵活降低成本 在稍后的课程中 我们也会为大家演示 在腾讯云中的弹性伸缩过程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几课再见 在了解完混合云的产生背景 概念和优势之后 我们来了解一下混合云运为的特点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讲到过云端运为的特点 在混合云运为的场景下 之前讲到过的通用运为模式 依然是适用的 对于一个比较大型的互联网平台系统 需要规模化 标准化 和自动化的运为平台 在这种情况下 运为架构师和工程师 需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定制一套实用的运为平台 如右图所示的混合云运为平台 其实和一般的运为平台一样 具有自动部署 性能监控 容量管理 预置管理 和异常告警 这些核心功能 和云端运为一样 混合云的架构本身 一般也尽可能地利用了云的功能和特性 混合云的运为 也需要充分利用云端基础架构的高级特性 比如刚刚提到过 之后我们会演示的弹性伸缩功能 就和运为工作有比较大的联系 在为公司设计运为平台的架构时 也需要为这些高级特性和功能 留有接口 方便统一管理 相比于其他的云端运为环境 混合云因为结合了不同的交付模式 必然有着比单纯的公有云 或者单纯的私有云更复杂的架构 也必然会为运为工作带来一定的复杂性 为了纳管整体的系统 就需要运为平台覆盖这两种部署模式的系统 供私有云部分统一管理和运为的需求 此外 因为存在有不同的部署模式的系统组件 有时候会涉及到 将数据从私有云迁移到公有云 或者反之从公有云迁移回私有云的需求 比如上云迁移 又比如新业务服务加入 需要共享数据等等 这就需要运为工程师 在这种场景下 准备好比较成熟的工具套件 或者自动化流程来运队 另外还可能有这样的场景 就是在私有云中的业务后端系统 在某些时候也不能支持流量增长了 或者私有云中的业务突然遇到故障了 这时就需要将在私有云中的流量 切换到公有云当中 利用公有云的弹性灵活优势 作为流量支持的过渡 在过渡期不停止服务 再继续修复或者扩展之前的义务 在后面介绍混合云架构的课程中 我们也会介绍 混合云不同架构之间的网络互通 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分布式系统服务的时代 比如现在逐渐流行起来的微服务架构 在各个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 变得越来越复杂 全链路监控会监控整个服务调用链的性能 会需要知道每个服务的调用情况 在哪个服务器 用时多少等等 本身全链路监控就是比较困难的工作 如果是采用了混合云的部署方式 全链路监控会变得更加困难 因为需要考虑到不同服务所在的部署环境 网络延迟是否影响服务间依赖关系等等 在混合云环境中 安全问题也相对复杂一些 右图是一个腾讯云的混合云安全解决方案架构图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环境下 涉及了好几种类型的安全应用 首先两种云的内网需要部署安全应用 这和一般的模式类似 另外两种云互联互通的部分 需要部署边界安全应用 在外网访问的接口 需要部署外网安全应用 内网在研发和运位时 针对代码、数据、这些高敏感信息 对于业务层面 针对不同的业务 还有业务安全应用 在混合云环境下 针对不同的云交付模式 也需要规划更多层级的健全分级 多账号体系 公私有云是选择打通使用一套健全机制 还是选择不同的系统来安全隔离 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内容 比如私有云往往具备更多的高敏感数据 可能就会选择单独的健全体系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提到了混合云交付模式 相对于单一云模式的复杂性 接下来在这一节课中 我们通过设计混合云架构时 需要考量的维度标准 再借助分析几个架构案例 来解析混合云架构 因为本课程是面向运维工程师的 所以在架构这部分 我们主要以部署、运维、监控等相关的工作领域出发 有同学可能想问 为什么运维工程师也需要关心系统架构 在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当前业界的潮流是Developes这种开发运维打通的模式 在互联网的高速迭带环境中 传统的运维工程师也需要参与到架构设计中来 高级的运维工程师也需要多在团队中贡献一些意见 从运维的角度思考问题 这对整个系统产品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我们就会先详细介绍一下 混合云部署架构设计时需要考量的维度 在设计部署架构时需要深入理解各种云模式的特性 比如私有云和公有云的各自概念和特点 私有云更多意味着全面控制 高度安全性和定制化 而公有云具有自动化快速响应 弹性扩展和维护成本低的好处 第一课讲到的云服务的层次和模式 比如IS、PaaS和SaaS等 不记得的同学可以回顾一下知识点 在不同层面的云服务模式 运维的服务深度是不同的 需要在设计中具体考量 架构时在设计架构时 需要发散思维 不用拘泥于一种模式 或者某些案例的参考架构 而需要仔细考察企业实际需求 提出高效的架构方案 我们紧接着也会介绍几个案例 作为设计时的参考 刚才我们讲了混合云的优势 这些在架构设计时考虑的因素 很多也和这些优势 也就是特点相关 在设计混合云部署架构时 需要考虑架构的灵活性 首先要结合自身业务量考虑 是否需要预留弹性扩展的空间 业务量爆发时 需要多考虑公有云服务提供的弹性空间 根据业务量的变化 妥善定义弹性扩展至公有云资源的预制 决定什么时候需要扩展更多的云主机 来支持业务 什么时候不需要这些云主机 而回收资源、节约成本 安全性也是部署架构时 需要重点考虑的因素 特别是某些业务的系统数据 比较敏感 需要更好的保护 比如和金融相关的业务 以及涉及敏感信息的业务 在这种情况下 公开信息可以选择放置在公有云上 而敏感信息保留在私有云中 并需要开发部门的配合 将两种云之间的通信安全机制做好 另外也可以选择 在公有云上使用各种层级的安全服务 加强数据安全性 有快速部署的需求时 可以考察这个需求 能否被公有云提供的既有服务所满足 比如公有云有既买既用的数据库服务 各种应用服务 比如数据分析 视频直播 语音识别等 看能否直接利用公有云服务 节省开发、维护成本 在采用了这种SaaS服务之后 运维的成本也比较低 不需要后台服务的运维 只需要维护调用这些服务的接口程序 在刚才回顾了云计算的特点和服务模式之后 大致了解各种服务对需求满足的情况 以及性价比 而且比较成本时 注意做到统一服务标准 而且要关注一些特有的成本 私有云的基础架架维护 运维人员底层架架知识能力的要求 公有云的带宽 付费方式等等 此外 考虑架构时 还要考虑部署地 考虑服务跨越不同模式部署时 对食言的影响 虽然公有云提供的专有通道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种实验 但是如果在规划时 就考虑到这一点 也有助于减小专有通道的压力 对于某些服务实施性反馈要求比较高的应用 就不能将两个联系紧密的服务 做跨地域部署 以免网络实验 造成用户体验变差 在决定是否用传统遗留系统进行扩展时 考虑企业已有的内部系统 是否可以适应后期混合云的升级部署状态 不管使用怎样的服务部署方式 都需要考虑部署模式是否能够达到 对应需求要求的SLA 这也是运维架构师要重点考虑的方面 包括可用性 响应时间 吞吐量的维度 并了解对不同服务 用不同方式部署造成的限制 是否方便自动化 实现DevOps的整套流程等等 右边这种雷达图 在权衡多个维度指标的时候 常用来直观地表达各个指标的综合覆盖情况 大家在试剂时也可以考虑采用 最后还需要考虑系统依赖 研究是否跨运模式部署的服务 能够实现流畅互联互通 是否有系统依赖限制部署模式 是否有部分内部部署的应用 无法迁移到公有云中 或者利用公有云服务进行扩展 比如使用了特定的 无法迁移到云上的操作系统 特殊的无法虚拟化的硬件设备等等 这一页中的图 表示在设计部署方案时的工作流程 首先要厘清业务应用是哪些 然后再综合权衡 刚才讲过的这些因素 以业务需求为驱动 将业务划分为不同的应用集群 业务组再根据权衡需求的结果 最后获得一个业务组力度的 部署模式规划 再整理出哪些业务在公有云中 哪些在私有云中 以获得一个相对理想 而且清晰的部署方案 在规划好架构之后 运维架构师 需要考虑的是 集成现有的企业级系统 这种企业级系统 一般包括了传统企业 在信息化时使用的ERP CRM等传统的企业级系统 这些系统 常常是企业级信息化的第一步 可能若干年前就已经实施好 并且已经投入了使用 里面沉淀了企业大量的历史数据 不大可能全部抛弃 这是混合云部署策略成功的关键之一 因为这一点 决定了是否能够高效率 低成本地实现 企业IT系统的云化 这种集成现有系统的分类 有三种 根据不同的层面内容来定义 控制集成 数据集成 和表示集成 其中控制集成 是利用应用之间的调用集成服务 数据集成 是将服务和数据部署为跨集群的方式 通过应用调用数据库的方式来集成 表示集成 是指服务层和数据层各种部署模块都保持独立性 只是在界面显示是采用统一的显示方式 右图表现了这三种集成方式 应用A调用了应用B是控制集成 应用C调用了现有系统的数据库是属于数据集成 而统一界面展示是属于表示集成 在考虑部署形式时 可以和开发团队相互协商 选择使用这几种分类中的一种 或者多种部署集成的方式 在规划集成时 需要确定传统企业集架构 是否遵循了开放的设计标准 具有对外接口的可行性 不然会造成集成失败 比如有些系统比较老旧 可能无法提供一些外部调用的接口 数据库也很难开放出来 这种情况就会增加集成的难度 有可能就需要重做系统的接口部分 和开发团队沟通 在一起确定部署的方式 然后就需要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根据业务规划运维架构的流程 考察原有企业系统 铺盖的业务流程 计划私有云与公有云中部署的服务 对之前的服务做出必要的改进和增补或者丢弃 另外需要确保公私有云之间的服务 能够互相健全认证 规划好健全分层的设计 沟通畅通 为了后期的测试评估 以及将服务标准明确化文档化 应该确保部署的公有云和私有云部分 都能够满足SLA和统一运位的要求 在当前流行的技术趋势和分布式环境下 优先使用API服务调用的机制 实现公私有云之间的通信 减少过于紧密的服务偶合和调用方式 亦灵活部署 但各个服务有着复杂的通信协议 而不是使用的API调用 这种较为松偶合的服务调用模式时 可以考虑实现一个中间层 或者利用现有的消息中间键 来统一处理不同协议的互联互通 在比较老旧的系统中 是实现ESB Enterprise Service Bus 来实现这种消息统一处理的 在比较新的架构中 如果大家都是使用Web Service的办法 又或者系统已经实现了成熟的微服务架构 本身调用方式就是分布式的 就没有必要再实现专门的消息处理层了 在之前的课程内容中提到过 在混合云中 公有云和私有云之间的连接 也是混合云架构设计的关键 如果不同部署模式之间 不能很好地实现互联互通 会降低混合云的部署优势 在规划连接部署时 可以考虑如下的措施 第一是对网络吞吐量变化敏感时 跨云部署使用专线连接 专线连接可以降低跨云部署时的网络实验 避免用户体验受损 这是因为公共Internet 会在网络使用高峰时产生拥塞 这时候就会出现带宽不足 延时增大的问题 因此通过公共互联 来实现混合云的网络连接方式 是无法可靠地保障 混合云的带宽要求和延时要求的 第二是利用SDN网络虚拟化 Net的技术 实现整个环境的统一IP规划 达到统一网络管理的目的 运维在管理网络时会比较方便 运维体验更接近于单一云的模式 第三是使用VPN来提高连接的安全性 利用专线加Net提供高可靠连接 后续容灾部分的课程会有详细的介绍 最后安全方面的设计 也是混合云架构的一个重点 在混合云部署环境中 时常设计跨低域部署 面临的安全防护问题 也需要区别对待 首先在不同部署的通信当中 完善认证和健全机制 在自由IT系统中 采取攻击防护措施 沿用之前部署好的防火墙等设施 使用防御DDoS等的安全产品 敏感数据传输时 进行加密 以防信息泄漏 刚才讲到的 使用公有云的专线接入 也可以提高混合云 在公私有云之间通信的安全性 另外 还需要结合网络部署的安全组 防火墙 进行安全隔离 在大部分公有云产品中 都会提供各种层级的安全防护 刚刚我们在介绍混合云的特性时 介绍过腾讯云中的安全架构案例 这里就不再重复 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在设计混合云架构时 最敏感的数据 常常会放在私有云中 但是针对私有云 也需要相对专业的安全应用防护规划 包括各种开发数据的保护 开发 因为人员安全意识的提高等 仍然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 并不是把数据放在私有云 就可以一劳永逸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几课再见 在上一节课中 我们介绍了很多 在混合云架构设计方面 应该考虑的因素 这节课我们为大家举几个例子 混合云架构案例分析 这是一种典型的企业级混合云部署 这种部署对遗留系统的要求比较高 要求企业系统本身应用就比较成熟 部署方式也比较明确 服务稳定 在这种场景下 一般选择将企业及系统 及数据库部署在私有云中 再利用公有云扩展新增的网络服务 利用公有云现有的应用组件 和负载均衡等组件 再快速建立企业数据 从数据库同步过来 在这种部署模式下 企业IT服务可以满足两种速度的模式 私有云可以利用原有系统为主 提供稳定而持久的传统业务服务 将主要的统筹管理部件 也放置在私有云中 利用公有云的服务特点 将新业务的快速引进 交给公有云部署的服务中 在加强网络方面的统筹管理 使用专线和Net的方式 确保混合云部署组件之间的稳定连接 确保网络带宽和实盐的服务质量 也为同步数据 迁移数据等场景提供有力支持 第二个例子 是利用公有云快速扩展应对业务量爆发的场景 常见于一些电商的应用案例 这种场景下的内部应用系统 逻辑比较简单 而时常会有业务量短时间内暴增的时间 比如双11、黑5等电商应用下的场景 系统在这种业务量爆发的情况下 需要扩展在线业务群满足爆发的需求 所以可以利用公有云的弹性伸缩组功能 利用建立好的业务流量反馈机制 在业务暴增时 自动化地增加用于服务的引主机 而在业务量萎缩时 自动销毁这些实力 以快速经济地实现一种弹性框架 在本课的后续部分 也会演示这种弹性伸缩机制 第三种架构实力 相比前两种场景来说更复杂一些 首先内部应用系统简单 不具备直接开放接口的条件 然后企业面临业务扩展 增强企业系统覆盖能力的要求 希望云端系统具备快速扩展新功能的条件 条件是尽量应用现有的云应用服务 在这种场景下 如何分解应用 分别部署到合适的云模式中 需要参考之前的架构设计流程 细致考察企业的业务需求和预优组件 设计出部署方案 根据内部应用系统 并不具备直接开放接口的情况 可能需要对本身的内部应用系统做升级 甚至重写 能够作为服务开放 从控制数据和表示几个层面 考虑集成的方式 另一方面 希望云端系统能够快速拓展新的功能 就要充分应用 公有云的现有服务进行部署 在系统应用中 也要建立好对应云服务接口调用程序 快速利用云服务 对企业IT系统进行提升 可以考虑 请将必要的部分 比如敏感数据 或者核心管理模块 保留在私有云当中 在公有云重新建立最新架构的IT服务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腾讯云混合云的架构势力 应用于电商行业 我们看到最右侧的混合云子系统中 腾讯云提供的黑石物理服务器 通过专线接入 和腾讯云高速内网互联 这里把腾讯云提供的黑石物理服务器 组成的集群 当作了私有云在使用 而其他的组件 包括了线上平台 CDN 数据存储 导安全防护 再到比较高级的功能 比如推荐系统 用户分析 直播和AI相关的语音 人脸识别 全部都使用了腾讯云的服务 其中有S级别的云服务器 SaaS级别的人工智能相关功能等 充分利用了云服务的特性 把黑石物理服务器 作为私有云使用的好处 是省去了再寻找IDC托管的麻烦 实现了大容量高可靠网络互联的混合云部署 逻辑式的服务器和自有服务器的使用方式比较接近 也进行物理层级的加密 同时主机性能也比较出色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业界中使用的统一运为平台的架构案例 蘑菇界的混合云平台架构 这个架构不是业务系统的部署架构 和我们刚才讲的前三个业务系统的架构不同 这是用于统一纳管混合云资源的运为平台的架构 我们可以在最底层看到混合云的资源被统一的纳管的平台下 其他的层级结构比较类似于我们上一刻介绍的蓝金平台 从下到上 首先是配置中心负责资源迟化和分配 CMDB负责资源抽象 在网上是管理、服务支撑、流程、服务管理等等 用于运为的服务分发和执行 其他还有安全审计、监控巡检、数据报表 和为运为工程师提供的门户界面 最后这个平台还会向外提供API的服务 方便其他服务调用这些运为的功能 这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统一运为平台的架构 在最后一部分 我们会演示一个统一运为监控平台的原型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在学习了如何设计混合云的架构之后 这节课我们来学习搭建混合云 本节将以下图为例 详细讲解利用腾讯云搭建一个混合云环境的方法 这个简单的混合云环境 由私有云和公有云两部分组成 私有云中包含数据存储和管理编排服务 公有云中分有应用服务组和弹性伸缩组 这两种模式的云由VPN连接起来 VPN是一种基于网络隧道的技术 实现本地数据中心与腾讯云上资源连通的传输服务 它可以快速构建一条安全可靠的加密通道 VPN连接具有配置简单 云端配置实时生效 可靠性高等特点 可以保证稳定持续的业务连接 轻松实现异地溶灾 混合云部署等复杂业务场景 我们讲解的搭建过程分为四个部分进行介绍 首先建立本地私有云 然后建立公有云主机 接着连接公有云与私有云 最后我们演示一下 在混合云场景中常用的业务系统弹性伸缩 我们这节课讲解的混合云搭建 重点在于公有云侧的配置 私有云侧的配置 因为各个项目的基础架构搭建模式差异较大 我们没有用实际的环境来做讲解 我们在演示时使用模影环境来代替 我们视力的混合云架构中 包含了两台在VPC私有网络中的公有云主机 一个弹性伸缩组 然后是准备好的私有云模拟环境 对端网关需要比较大型的本地网络环境 比如自建的IDC等才会有对应的专有硬件设备 在实际应用中会遇到 我们在这里会讲解配置的方法 另外还有用于连接公有云主机和私有云环境的VPN组件 因为我们的模拟和演示都是在腾讯云的公有云环境中进行 我们先介绍一下腾讯云为混合云环境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 在案例讲解中 我们已经讲到了一个使用腾讯云方案构建混合云用于电商行业的例子 在腾讯云中提到了一种物理云和虚拟云的混合云 就是把物理实体主机做的服务器和虚拟机做的服务器混在一起组成的云 就类似于我们之前讲过的例子 用黑石物理服务器和普通CVM的混合使用 在私有云和公有云的混合部署方案下 可以用专线VPN连接私有云与公有云 利用弹性伸缩扩展如架构案例分析中的业务爆发场景 另外可以快速部署使用高级服务 这些高级的服务一般以SaaS的形式出现 提供一些前沿技术的服务 比如人工智能相关的语音图像识别 各类专业数据分析智能管理等等 还有一系列安全防护套件 可以增加复杂部署环境中的安全指数 在混合语音安全特性中也提到过安全架构的案例 在这一刻的演示中 因为演示讲解环境的限制 私有云的部分我们会使用虚拟机来简化模拟 连接和配置公有云的服务 在实际实施私有云时 可以按照需求选择用开源的IS框架 如OpenStack实现私有云部署 或者采用容器化的集群加调度工具实现私有云 其他如HP、VMware等脑牌服务器或者虚拟化行业的厂商 也提供了成熟的私有云方案 这一部分内容涉及自建云平台服务 刚才已经说过不属于本课的重点 就不再展开讲述了 在第一课的内容中 我们非常详细地讲解了通过API或者控制台的方式 创建云服务器CVM 然后按照业务需求和架构规划进行部署公有云的云主机 在部署的时候 可以利用我们第二课讲解的内容 融资另一的镜像来自动化部署框架预装服务 然后需要进行必要的配置 使其在同一集群下具有横向扩展的能力 也尽量在设计时采用一些具备横向扩展的框架 要注意日质、数据库需要存放于非弹性组的服务器当中 因为一旦弹性组服务被回收 弹性组CVM中的日质和数据库都将被销毁 然后按照计划在腾讯云中创建私有网络VPC 并在其中创建两个主机CVM 用到的API主要有 创建私有网络接口CreteVPC 创建云主机接口Round Instances 创建云主机的接口之前我们已经使用过多次了 其实现在腾讯云默认的情况下 就使用了私有网络VPC 我们使用这个CreteVPC的API 主要是新建一个混合云环境专有的子网 在创建好VPC和云主机之后 就可以选择利用之前课程中的自定义镜像和部署方式 完成快速部署Web服务器 下面的这段代码是在创建CVM的时候 填入了参数指定的VPC和子网的ID 第三步是连接公有云与私有云 这是关键的一步 为了获得更好的安全性 利用VPN的方式连接VPC和企业私有云 在连接公私有云时 特别是在自动化的场景下 可以选择使用腾讯云提供的API 创建VPN网关CreteVPN Gateways 创建好之后 等待几分钟 等VPN开始运行 接着再创建对端网关CreteCustomer Gateway 是利用VPN连接企业的本地IDC 公有云中的VPC和企业私有云网络连在一起 建立对端网关 需要有支持的网关设备建立连接 对端网关也就是私有云的自由的网关设备 对于腾讯云来说 本端网关是VPN的网关 而在另一端的私有云里的网关 就是Customer Gateway 用户侧的网关 所以就称作对端网关了 在创建好连接和对端网关之后 最后创建VPN通道 API是CreateVPN Connection 并做配置 把对端网关和VPN网关连接起来 以便映射企业IDC网络 与公有云VPCIP设置 在企业私有云的网络网关 准备好了的情况下 通过公有云控制台界面 或者API Download Customer Gateway Configuration 获得下载对端网关的配置文件 并进行配置 配置的文件 依据对端网关系统平台 和厂商的类型不同 而有所不同 接下来就是要创建路由表 将私有云的IP 路由至刚刚创建的VPN网关 最后配置成功的标志 使私有云内的机器 和VPC内对应子网中的云主机 成功的拼通为标准 在这里 我们来通过Python SDK 了解一下通过API 创建公私有云连接的调用方法 这里 我们分别调用了四个脚本 这四个脚本之间有一些参数的依赖 大家在后续实际的工作当中 可以把这些脚本连接起来 利用我们第一课中讲解的方法 在前一个步骤成功完成之后 通过查询相关信息的API 得到相关的ID信息 在自动填入后面的步骤 来实现整体过程的自动化 我们这里创建的四个脚本 就对应了刚才我们讲的 创建连接的四个步骤 首先是创建VPN网关 我们所有关于VPN的API 都属于VPC这个包 前面这一部分 初始化健全对象和Client对象 大家都已经比较熟悉了 后面我们在创建VPN的时候 需要填入相关的参数 首先第一个是填入VPC的ID 这个VPC的ID 是混合云的公有云中VPC的ID 然后填入VPN网关的名字 最后填入期望的公网带宽即可 这里填的5就代表公网带宽为5兆 当然实际应用中应该比这个带宽要大很多 然后就是调用的过程 接着第二个脚本 是创建对端网关的过程 前面的部分也是一样 再填入的参数部分 同样也是填入私有网络ID 然后填入期望的对端网关的名字 再填入对端网关的公网IP即可 再接着第三步 是创建VPN的通道 这一步相对来说 填入的参数要多一些 首先要填入刚才我们创建的 对端网关和VPN网关的ID 然后这两个网关要进行加密通信的话 会有一个pre-share的key 用来安全加密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key在这里 再接下来是VPN连接的名字 最后我们要填入的是 这个路由表的信息 在这里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安全策略 这个安全策略是说 把腾讯云公有云上 10.10.0.5 这个网段的所有机器 连接到这个子网当中 最后我们在Security Policy Databases 这个参数中 以数组的形式填入这个对象就可以了 最后一步是下载 我们刚刚配置好的连接的配置文件 我们下载了这个文件以后 可以把这个文件相应的 导入到 私有云在使用的对端网关当中 对端网关这个设备 就可以自动的根据这个配置 来创建连接 这样用户就可以比较方便的 实现公有云和本地的网络环境的连接 同样这个API也只需要简单的填入 我们刚刚建立的VPN连接的ID 还有VPN网关的ID 我们通过SDK 来了解这个过程 就到此为止 在建立好 公司有云的各自部署之后 我们开始介绍 混合云的典型场景 业务系统的弹性伸缩机制 腾讯云提供了弹性伸缩 相关的API接口 如果是比较大型的系统产品 开发定制了 相应的统一智能监控平台 就可以考虑组合使用这些API 结合监控采集的指标数据 来实现智能控制流程 弹性伸缩组的调整方式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定时任务 API叫Create Scheduled Task 定时调整组内云主机的数量 用户可以设置定时的时长 另一种是告紧出发 API为Create Scaling Policy 在条件满足时 通常是CVM的利用率达到一定状态时 开始扩缩云主机的规模 更适合弹性伸缩组的智能调整 需要注意的是 弹性伸缩组相关的API 都是前一个版本的API 3.0版的API里面 没有这一部分内容 所以在SDK中调用时 和我们第一课中讲的会有区别 我们进一步了解一下 使用自动化的方式 实现业务系统的弹性伸缩 例如使用Create Scaling Policy接口 创建一个每两个周期时间内 工作负载大于50%时 触发一个云主机的规模的扩容 冷却时间为120秒 第二版的腾讯云API 不是对象化的操作 所以在填入API参数的时候 需要像下面这样 自行定义一个字典变量 填入所需要的参数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叫做metric域的值 描述了规则的条件 注意这是以字符串的形式在传递 并不是Json对象的格式 所以后面这一部分 需要加引号传入 对于这个策略的更进一步讲解 我们在演示中再进一步解释 接下来可以使用API创建弹性配置 预定弹性组中的CVM配置 使用API Create Scaling Configuration 定义弹性伸缩组 在扩缩容时 创建和销毁的实力规格 再利用Create Scaling Group 创建一组弹性云主机 包含组的大小和扩缩策略的属性 定义伸缩组能够伸缩的范围 就是说伸缩的最大和最小值 也就是弹性伸缩组 最大和最小能包含云主机的数量 以及定义理想的期望值 在最大最小值被正确的设置以后 弹性伸缩组在动态调整云主机的数量期间 不会超过最大值 一般最终会停留到理想值的位置 最后利用腾讯云提供的生命周期钩子和通知的机制 可以配合使用 实现复杂的错误处理和部署前后的自动化操作 生命周期钩子是指在云主机创建完成或者销毁过后 可以执行的一系列操作 常用于在此时间段内完成云主机数据的初始化或数据的保存 而通知是指弹性扩缩组成功或者失败的情况下 可以设置脚本出发的一系列操作 这一刻的第一个演示 是演示腾讯云的弹性伸缩功能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弹性伸缩的控制台界面 然后通过脚本执行的方式 创建扩容的出发器 以及弹性伸缩组中CVM的配置 然后我们在测试的Ubuntu系统中 安装相应的压力测试工具 把CPU的压力加上去 触发这个伸缩事件 观察扩容的情况 是否符合我们之前创建的弹性伸缩事件的配置 我们的配置会设置警告预知 两个周期内CPU利用率大于50% 就开始扩容 冷却时间是120秒 然后是演示业务系统的弹性缩容 同样是配置告预知两个周期内 CPU利用率小于20% 就开始缩容 同样冷却时间是120秒 对现用弹性组内机器闲置减压 在观察缩容的情况 是否是符合预期 下面我们就开始弹性伸缩的演示 首先我们通过API Python SDK建立一个脚本 创建一个弹性伸缩的配置 之前我们讲到过 关于弹性伸缩组的API 还是2.0的版本 所以这个Python SDK的脚本 看起来和我们之前讲的有一些不一样 首先我们如果要调用2.0版本的API 我们需要在SDK的包中选择导入Qcloud API 然后关于弹性伸缩的mojo叫Scaling 我们首先要创建的弹性伸缩组的配置 是Create Scaling Configuration这个API 接下来我们客户端的对象 以及在请求时填入的输入参数 必须都使用自己定义的字点 首先我们看到Config这个字点变量 里面放的就是API的公共参数 里面指定了这个API执行的地域 我们选的是广州区 然后是Secret ID和Secret Key 这是API的健全信息 然后调用的方法是Gate的方法 接下来是API的输入参数 这个输入参数包含了Scaling Configuration 我们创建的这个配置的命名 然后还有Image ID 我们在第二课中自己创建的那个镜像名 然后选择我们每一个弹性伸缩组的CVM实力的规格 CPU是一个核 然后内存是一计 存储的类型 我们在这里选择了最普通的本地硬盘 然后存储空间的大小为50G 因为之前我们说过 现在腾讯云当中最小的CVM 都一般需要有50G的硬盘大小才可以运行 再接下来 我们带宽的类型是按小时付费 网络的带宽为一兆 我们刚刚选择的镜像类型是私有的镜像 所以这里填一 接下来就是一个拆块 就是API的调用的主体 我们通过QCloud API得到Service这个对象 然后通过Service调用 填入我们之前定义好的这个API 还有这个API的参数 完成以后打印这个返回 现在让我们来尝试一下运行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返回成功了 这里它返回的配置的ID 就是我们在后面的脚本中会用到的配置的ID 在这里我们把它记下来 填入后续步骤的脚本中 接下来第二步 我们要创建弹性伸缩组 配置好弹性伸缩组相关的信息 和刚刚我们讲的脚本调用模式是一样的 只是API不同 这个脚本的API是Credit Scaling Group 创建弹性伸缩组 然后调用这个API时 需要的输入参数也不同 在这个API填入的参数中 有刚刚我们创建好的Scaling Configuration 然后还有我们现在创建的这个弹性伸缩组的名字 起一个叫TestSGP 然后是定义这个弹性伸缩组的最小值和最大值 我们定义这个弹性伸缩组 最小要有一个实例 最大只能有三个实例 然后是定义我们收容时去除实例的策略 叫Remove Policy 我们定义的这个策略是 先把最老的实例销毁掉 然后VPC ID是我们刚刚创建好的 专门用于这个混合语音demo的VPC 接下来是填入这个VPC下面子网的ID 这个也是我们之前创建好的 现在让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创建弹性伸缩组已经成功了 同样这个API也返回了一个ID 我们这个ID在接下来创建策略的时候会用到 我们把它记下来 填入后续的脚本中 我们刚刚创建好的启动配置和伸缩组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刚刚我们通过API建立好的启动配置 启动配置的参数和我们当时API填入的一样 同样还有我们刚刚创建好的伸缩组 可以看到我们API中填入的参数 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来创建一下出发的条件 这个脚本我们用于调用腾讯源API来创建弹性伸缩组的事件出发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调用的API名字叫Create Scaling Policy 然后填入的是这些参数 我们已经把刚刚获得的弹性伸缩组的ID填入了 然后为这个创建的弹性伸缩的策略取名叫Test Policy 接下来是配置这个策略的参数 我们在讲课时也讲到了metric这个参数 需要填入一个比较长的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是一个JSON对象的格式 注意不要以JSON对象的模式直接传入这个参数 所以这里需要打印号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定义的是 通过CPU利用率来进行触发 如果这个CPU利用率比Series Hold的预值50%还大 时间范围是在两个周期之内 那么就会触发弹性伸缩的事件 接下来几个参数的意思 我们到官网文档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Adjustment Type和Adjustment Value的含义 我们在调用这个API时填入的是Quantity Change in Capacity 就是说当事件触发时 增加或减少指定数量的实例 如果是Percent Change in Capacity的话 就会减少或增加指定比例的实例 是通过百分比来计算的 不是按照实例个数来计算的 还有一种选择是Total Capacity 就是把当前伸缩组的实例数量 调整到指定的数量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小规模的演示 所以我们就增加或者减少指定的数量就可以了 接下来Adjustment Value 我们在这里填入1了 1也是属于Quantity Change in Capacity的有效取值范围内的 所以这是一个合法的参数 最后就是CooDone 在每次出发事件之后 通过120秒 然后才会出发下一个事件 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 CPU的利用率一直在一个抖动的状态 如果这个冷却时间比较短的话 可能会造成状态一直在变化 发生一个抖动的效果 这样对系统的稳定性和整个公有云 都是不好的状态 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下 调用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Policy也创建成功了 同样我们也看到返回了一个ID 在大家创建一个知能化的调度 或者一个统一的监控平台的时候 就可以通过这样的办法 调用API来自动的根据条件的变化 来创建一个策略 来不断的调整弹性伸缩的策略 起到智能应对流量突发的状况 也可以节约成本 然后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刚刚创建的伸缩组的运行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我们刚才通过API创建的弹性伸缩组 然后在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我们设置的最小伸缩数是1 所以这个弹性伸缩组会自动的创建一个实力 来满足最小的伸缩实力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弹性伸缩组里已经有一个实力了 我们现在开了两个控制台的窗口 其中一个打开了TOP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工具观察当前这个实力的压力情况 另一个窗口一会儿我们会用来执行压力测试的命令 刚才我们通过API创建的Test Policy 是在CPU利用率最大值大于50%的时候 连续两次发生这种情况的话 就会增加一台云主机 冷却时间是120秒 所以现在我们用压力测试的工具 把CPU的压力加上去 看一下是否伸缩组会自动创建一个云主机 现在我们开始加压 我们可以看到 CPU的压力很快就加上来了 在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来观察这个云服务器是否自动的创建了 经过两分钟之后 根据我们的告警触发策略 CPU已经在一分钟之内 一直持续的超过了50% 而且已经发生了两次 也就是等了两分钟的时间 希望的实力数已经变成了2 弹性伸缩组马上就要自动创建一个云实力 来填补这个负载压力的空缺 我们可以看一下云服务器的列表 我们可以看到云主机列表里 变成了两个实力 我们看一下伸缩活动的日志 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告警触发策略 成功地扩容了一台机器 我们现在结束这个加压 现在我们用脚本再创建一个缩容的规则 这就是我们创建缩容规则的脚本 跟刚才创建扩容规则的脚本 和扩容脚本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输入的参数 有两个地方不同 第一个是metric 我们还是以CPU的usage作为指标来进行缩容 如果CPU的利用率在一个周期之内 小于20%的话 我们就减少一台实力 减少一台实力 需要把adjustment value变成-1 这样的意义就是减少一台实力 我们现在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触发条件成功地创建了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里面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告紧触发策略多了一条 我们可以看一下刚才我们创建的策略 现在我们的实力就属于闲置的状态 稍等一会儿我们看一下弹性伸缩组会做怎么样的变化 等了一段时间之后 整个集群当中的负载都是比较小的 肯定是小于20% 所以会触发新的缩容时间 因为刚刚我们进行加压 时间比较长 所以实际上触发了两次扩容 大家可以看到有两次扩容时间 而且都成功了 所以最高的时候 集群当中的云主机是三台 现在因为负载下去了 所以说已经成功触发了缩容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期望实力数是二 因为我们移出的策略是移出最旧的主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我们用来加压的这个实力已经被自动销毁了 我们再看一下日志 中间有两次取消 是因为第一次缩容成功之后 还不到两分钟时间 冷却的120秒范围内 现在又一次触发了缩容事件 所以缩容事件正在执行中 马上我们这个弹性伸缩组 就只剩一个实力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云主机列表里面只剩一个实力了 刚刚我们自动扩容创建的两个实力 都已经被销毁了 我们刚刚的缩容事件的日志 也变成了成功状态 那我们这个弹性伸缩的功能演示 就到此为止 在学习了搭建混合云的技巧之后 我们来学习一下 定制统一监控平台的相关技术 我们现在都了解了混合云的架构和搭建方法 知道了在业务层面 私有云和工有云的部分 怎样协同工作起来 在混合云的场景下 如何把分布在私有云 工有云的云主机 以及其他资源 在管理层面上统一起来 是运维团队需要面临的挑战之一 因为在搭建好混合云环境之后 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是 私有云的部分 有私有云的运维管理工具 而工有云 有工有云的管理办法 比如之前 私有云如果是遗留系统改造而来 那么私有云使用的运维管理体系 就还是指纳管了之前遗留系统的资源 在前面架构案例分析当中 我们特意介绍了一个业内使用的 统一监控平台的架构案例 实现了混合云的统一管理 混合云的资源 都统一成了可以调度分配的资源 我们在这一节介绍的 创建统一监控平台的目的 就是为了实现公私有云统一监控 运维人员可以用一个入口 或者一个门户网页 就可以获知混合云中资源的运行情况 而不需要去各个不联通的系统中 收集这些信息 来达到提高运维管理的目的 要实现统一的监控 一方面是需要整合公私有云中的指标数据采集方法 把采集来的数据都放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显示和处理 另一方面是要创建统一的可视化平台 右图是一个简化的监控平台的架构图 展示了从底层资源到上层可视化应用的一套组件 数据分别是从公私有云的云服务器中采集到平台当中 再通过事件机制统一处理告警 再加上对资源的运位管理功能 比如可以在统一的界面上进行云主机的开关销毁创建之类 数据报表功能把采集下来的指标信息和告警信息处理成报表 最后通过可视化的控制台来展示出来 指标采集作为这种监控平台的核心模块之一 需要分别从私有云和公有云获取指标 这些指标常常和性能参数有关 比如CPU、内存、IO等 如果是针对公有云上的资源 比如云主机CVM 腾讯云提供了专门的资源指标API Describe Base Matrix API和Gate Monitor Data API 这两个API和弹性伸缩组的API相同 仍然只有2.0版的API SDK要使用老的方法调用 监控平台如果使用这种方法 需要建立模块周期性的调用这些API 然后更新数据库 方便后续的处理和分析 在私有云方面 如果是成熟的本地自建IDC 一般会有自己的运维管理平台 以传统的单主机来讲 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中 会有不同的性能指标显示工具 比如在Linux中 有大家熟悉的TOP 查看CPU内存的情况 进程的情况 DF 散开硬盘容量等等 在Windows下 有Type Perf这个命令行的工具 可以获取性能指标数据 当然除了这些工具 运维工程师还可以自建一些程序 调用操作系统的接口来获取数据 我们后面讲到的一些 开源指标采集工具 其实也是经过 工装系统层面的接口来实现的 这些指标的收集 都需要安装Agent 在目标机器上 指标采集的频率也不能太高 否则可能会影响 目标主机的业务性能 如果之前有遗留系统 带有这种监控功能 需要整合之前的接口 如果是实现指标采集 我们首先介绍一下TSDB的概念 TSDB TimeSales Database 时间序列数据库 我们可以简单地理解为 一个优化后用来处理 时间序列数据的软件 并且数据中的数组 是由时间进行索引的 这种数据库常用于做指标采集 读写操作的特征比较明显 就是常常有高并发数据写入 读常常是顺序读取 现在开源社区 也提供了一些通用的解决方案 比如Promicius和Graphite 如果是利用这些工具框架 直接在想要收集数据的机器上 安装这些框架的软件 就可以向外提供监控数据的接口 以及简单的统计界面 Promicius的监控数据 主要分成了两个层面 一种是基础架构的层面 包括了CPU以及IO相关的性能数据 另一个层面是服务的层面 可以监控不同的进程性能参数 Promicius支持很多库文件 这种库文件叫做Exporter 支持基础架构数据采集的Exporter 叫做NodeExporter 还有各种应用程序的Exporter 比如购语言程序的 MyCircle的 各种常见数据库的 各种中间件框架的 这些专有的性能指标采集工具 Promicius本身专门的告紧软件模块 在Promicius配置文件中 配置相应的规则文件 规则文件中会定义什么样的条件 会触发告紧 比如某个节点的服务垮掉 比如某个指标参数超过了某个预知 另外 Promicius还额外提供了一个Alert Manager 通过这个组件的配合 可以实现从各个安装有Promicius的节点中 收集告紧 并且去从分发处理 Alert Manager的功能比较强大 配置文件也相对比较复杂 其中最主要的部分 可以说有两个 一部分是要配置root 就是一个告紧的竖形分级结构 比如某个告紧出发以后 会从竖的顶层往下变立子节点 这样可以实现逐集分层处理这些告紧 比如告紧是默认发给运维团队的 就可以把顶层的节点 设为发给运维团队 然后如果告紧的源来自某个特定的模块 这个模块是属于服务A的团队 那么这个告紧会遍离子节点时 发现有符合这个条件的一项 就把告紧也发给服务A的开发团队 另外一大功能是配置Receiver Promicius的Alert Manager 支持多种告紧接收方 除了传统的Email发送以外 还有很多别的消息工具 比如微信 如果需要发送给一个定制的网络服务 也可以通过Webhook来实现 到时候把服务的URL配置到Alert Manager中即可 最后Graphena其实也有Alert的机制 在Web UI中有入口可以配置 但是相比于Promicius相对成熟专业的告紧机制 要简单一些 到实际应用中时 大家可以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 和自身的项目条件来选择方案 Promicius本身带有一个比较简单的Web界面 如果想要实现比较专业的数据可视化 可以考虑使用Graphena Graphena提供了一种专业的灵活的方式 甚至是Dashboard Dashboard就是仪标板界面 上面会提供各个指标的可视化动态更新图表 而且支持可视化定制 以及拖拽等方便的操作 Graphena的开源社区比较活跃 支持了多种数据源 TSDB中有很多都是被支持的对象 比如刚刚提到的Promicius Grandfight等 在这个框架的帮助下 运卫团队可以在不懂前端Web开发技术的情况下 可以比较容易地把混合云下 纳管的云主机的指标 都放在一个定制界面中监控 在配置了Promicius的数据源之后 Graphena也支持Promicius的查询表达式 在熟悉Promicius查询语言的情况下 可以把自己关心的指标参数放到界面上 方便观察 综合一下我们讲到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下Promicius的架构 这样会更好地理解这个监控平台的工作原理 首先从图的左边部分开始 Promicius从各个来源获取了指标数据 存到了自己的TSDB里 这些数据有些是从别的Promicius server来 有些是从本地配置的Jobs和安装的Exporter来 还有一些从Push Gateway来 所谓的Push Gateway是为了一些短周期任务而设置的 就是Short Live的Jobs 这些Jobs可能存在时间还没有Promicius的 一个拉取操作的周期长 所以如果通过Server端来拉取数据 可能会收集不到数据 这样的情况下就由Short Live的Jobs 自行把数据Push到Push Gateway中 方便Server来拉取 Promicius server包含了数据发现模块 用于存储数据的存储模块 以及PromQL查询语言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Promicius的查询表达式 右侧的部分就是一些获取和呈现数据的模块 Web UI以及通过API调用来获取数据的客户端 以及刚刚讲到的处理Promicius告警的Alert Manager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通过Promicius和Graphena实现的跨云模式 统一的主机数据监控 在这个演示中 我们会用到三台主机 一台是我们本地的虚拟机 里面安装了Graphena可视化界面和Promicius server 以及收集底层数据的NodeExporter 另外两台是腾讯云中的CVM 分别装有Promicius的NodeExporter 本地的虚拟机会采集包括自己在内的三台主机的参数 然后呈现到Graphena中 并实现告警的机制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 首先看一下我们的演示环境 这个窗口的命令行 是我们的本地虚拟机 是一个无光图的操作系统 另外两台是CVM 我们来看一下腾讯云的控制台 就是这两台CVM 大家可以看一下配置 其中一台是两核CPU4G的内存 另外一个是一核一G的配置 在这个演示当中 我们的本地虚拟机 就代表了私有云的环境 我们选择把监控平台的主体 建立在私有环境中 而其他两台CVM 则代表了公有云的部分 下面我们简单地讲一下 Promicius的安装和配置 首先我们要从Promicius的官网 下载Promicius Server NodeExporter和AlertManager的压缩包 Promicius的包都是压缩包的形式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压缩包 直接解压就可以运行服务程序 但是这样 每次需要重新启动后 在命令行中运行 在实际运行中 是不可能这样操作的 所以我们把这三个Promicius的组件 都转换成了Linux下面的服务程序 转换为服务程序 主要分成三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 是把解压后的文件夹 拷贝到系统应用的常用目录 比如User Local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目录 就是我们把解压以后的文件夹 拷贝到当前的目录下来的 并且改成了一个比较简短的名字 然后我们需要创建一个服务启动的配置文件 比如Promicius的服务 在这个Ubuntu的操作系统下 是在lib.systemd.system目录下 创建一个Promicius.service文件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文件 就是我们创建好的服务文件 然后我们打开这个文件 这个配置的重点 用户我们配置的是 使用root来启用这个程序 在更好的做法的情况下 是创建一个叫Promicius的用户 用这个Promicius的用户 去运行和维护这个程序 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执行的命令 在最终保存这个文件之前 我们可以先在share命令行下 测试一下写的这条命令 能不能正常的运行 如果不能的话 就需要调整 如果能的话 就可以直接填在这里 然后保存 把程序转换为服务的最后一步 是我们要在系统的配置文件夹下 创建一个软链接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软链接 就是我们刚刚显示的这个文件 另外NodeExporter和AlertManager 都是这样类似的做法 把程序变成服务 只有调用服务时的命令不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软链接文件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Permisius服务的配置文件 Permisius的配置文件也是YAML的格式 我们这个文件是在默认文件的基础上做的改动 我们重点讲一下我们修改了的内容 首先我们的AlertManager是装在本机上的 而且服务在9093端口 我们在这里填入AlertManager的hostname和端口号 然后是RoofFiles 我们在这里填入我们的配置文件的路径 这个文件是用于定义告警规则的文件 稍后我们在演示告警时会来看一下内容 然后是ScribeConfig 这一段主要是定义了这些收集数据的来源 首先第一个是Permisius自己的指标 Jobname也叫Permisius 然后目标主机就是本机的9090端口 就是Permisius自己的工作端口 后面的三个Job 我们分别定义了三台主机 通过NodeExporter采集的数据 这是我们本地的虚拟机 这是我们一台CVM 这是另外一台CVM 要注意的是 每一个target参数都是一个数组 每一个IP端口组 后面其实可以加上更多的IP和端口 作为一个组来呈现 在查询表达式当中 这些主机就可以一起被查询 然后统计了 另外这是NodeExporter的文件夹 我们可以看到NodeExporter是没有配置文件的 启动就可以顺利使用了 采集的内容是本机的底层性能指标数据 我们再来看一下AlertManager的目录 这就是AlertManager的配置文件 AlertManager中的配置文件 定义的是收到告紧之后的分层处理和转发 我们在后面的演示中会用Node.js快速建立了一个测试的服务 在本机监听5001端口 就是指这个webhook转发到的URL 我们就可以观察到Alert的post信息是否在警告发生时转发到了这个端口 这样私有云的部分就已经介绍完了 公有云的部分 两台CVM的安装配置是完全相同的 NodeExporter的安装方法也和刚才的本地虚拟机是完全一样的 解压之后我们把这个程序转化为了服务 我们使用命令看一下NodeExporter的运行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NodeExporter在两台CVM上都是运行的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创建好的Permisius服务 我们安装的PermisiusServer工作在9090的端口 NodeExporter在9100端口 AlertManager在9093端口 我们分别打开他们的UI来观察一下 这是PermisiusServer的web UI 这是NodeExporter的web UI 这是AlertManager的web UI 在Permisius的界面里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Targets这些目标机器的状态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在配置文件里写好的四组Targets 都在正常连接的状态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NodeExporter 点击这个Matrix连接 我们可以看到返回了很多性能的指标 这些性能的指标可以在Permisius的界面中访问到 现在我们回到Permisius的界面 这个是表达式的窗口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窗口输入一个关心的指标 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附加一些简单的逻辑 比如我们输入 NodeCPUSecentsTotal这个指标 刚刚下面出现了很多自动完成的指标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这一个 我们按回车 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返回的信息 点击这个Graph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生成了一个简单的图形 在图例这里 有两个CPU核 刚才我们也看到在腾讯云的控制台里 可以看到有一个CVM确实是有两个CPU核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参数 比如这个参数显示的是每台主机上硬盘IO的处理时间 同样也是给出了六条曲线 针对每一台云主机有两根曲线 分别为每一个磁盘分区建立了这样一根曲线 同样我们还可以调节参数 来获取想要的时间范围 接下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告警的功能 首先我们切换到Alert的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定义的一个Alert的入 我们来看一下原始的配置文件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显示的其实就是入的配置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串很复杂的表达式 这里简单的讲就是通过我们刚才在WebUI里 Node CPU Secents Total这个指标 在五分钟内的利用率百分比 我们设置的条件是 如果CVM这个组里的机器有CPU利用率的百分比 大于45%就会触发这个告警 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Alert Manager的配置文件 我们用了WebHook的方法 自定义了一个告警转发的操作 我们打开这个实现用Node.js写好的接应程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程序做了什么 这个简单的Node.js程序 先听了5001这个端口 在收到Post的消息的时候 可以打印出这样一条信息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服务 然后我们对CVM1进行CPU加压 我们加压还是使用上一个演示中我们使用的是Stress工具 下面这个窗口是同一代机器 我们运行了TOP这个程序 来观察CPU的利用率 我们可以看到CPU的利用率很快就达到了100%左右 我们来观察一下Alert 我们可以看到CPU overloading这个事件 已经有一个事件在pending的状态 如果这个状态持续在发生的话 它会变成firing的状态 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我们打开的接应程序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Post的消息已经收到了 我们在这里刷新一下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lert已经处于是firing的状态 所以我们的告警已经触发成功了 我们再来看AlertManager的UI 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触发的这个invent 也出现在AlertManager的界面当中 触发的源是systemr 可以看到 我们告警的演示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通过Granfana 统一可视化的界面 Granfana的安装也很简单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DEB文件是Granfana的安装包 在安装的时候 只需要一条命令进行安装即可 然后这里显示的Web UI 是登录之后初始化的Granfana的界面 在安装好Granfana之后 第一次登录的时候 Granfana会要求修改密码等 都是非常直观的操作 我们这里就略过不讲了 针对Precious这种数据源 Granfana默认安装了插件 我们可以在创建数据源之后 就直接挂接一个Dashboard 我们可以看到 Granfana的界面是属于这样一个结构 左侧有一些工具栏 分别可以创建新的组件 管理仪标板 管理告警 这个告警是Granfana自己的告警 当然Granfana也支持 Premisius的AlertManager的插件进行管理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配置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源 在这里我们已经配置好了 刚刚我们在混合云中的这几台机器 我们点开看一下 因为我们的Granfana安装和Premisius 在同一台机器上 Premisius的Urio是Localhost9090这个端口 需要配置的基本上就是这一行内容 其他就是起一个名字的比较简单的内容 类型就是选择Premisius 在DataSource默认的Dashboard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 Granfana是默认安装了插件 我们可以在创建数据源之后 可以直接利用模板 生成一个仪标板 由于我们安装的Premisius是2.0的版本 所以我们import的是这个 Premisius2.0Statics这个Dashboard 打开这个Dashboard 有非常多的指标图表 除了这个官方默认的Premisius2.0的插件 其他在Granfana的官网上 还有一些社区贡献的 定制好了的模板 导入就可以使用 比如我们这里还有一个仪标板 Premisius2.0Overview这个仪标板 就是从Granfana的官网中下载 并且导入的 比如我们在这里点击 Import Dashboard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输入 Granfana官网上面的Dashboard URL 或者这个Dashboard的ID Granfana就可以自动识别这个ID 来下载这个模板 Granfana的Dashboard模板 都是使用Json格式来定义的 所以传输和定制也是非常方便的 比如刚才我们看的Premisius2.0Overview这个Dashboard 就是通过官方网站来进行下载的 我们只需要填入这个ID Granfana就可以自动识别这个Dashboard 当然这里也提示了 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Dashboard了 这个就是通过官方网站的模板 导入Dashboard的办法 如果说我们想要自己定义仪标板的话 我们在这里点击新建仪标板 比如我们要创建一个图的面板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生成了一个空的图 然后我们点击编辑 在这里需要输入的是Premisius的查询表达式 就可以获得Premisius数据员的统计图表了 比如我们在这里输入 刚刚我们计算CPU利用率的那一串查询表达式 我们把这行表达式当中Job的指定删掉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输入完成了表达式 上面的图表就很快的生成了 这个图表当中包含了这三台主机的信息 分别用不同的颜色表示 大家可以看到这几个黄色的线 是属于我在这台机器上测试时 通过加压测试 把CPU的负载达到了100%的高度 所以说通过这个图表 可以显示跨越部署模式的主机信息 实现了统一的可视化监控 我们可以把刚刚创建的这个Dashboard保存一下 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新的Dashboard 如果我们在Granfana中 想要学习别人的模板也是很方便的 就可以在相应的仪表板面板上 点击下拉框 点击Edit 然后就可以看到相应的查询表达式了 我们关于混合云统一监控平台的演示 就到这里为止 现在我们回顾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这一课的内容比较多 首先我们介绍了混合云产生的背景 混合云的应用场景 然后引出了混合云的概念 了解了混合云的优势 再学习了混合云的架构模式 以及学习了公有云中一个重要的功能 弹性伸缩 在实践的方面 我们首先练习了根据场景规划 混合云部署架构 熟悉了搭建混合云的方法 演示使用了腾讯云弹性伸缩组功能 最后 我们利用开源框架 Permisius和Graphana 创建了一个混合云统一监控系统的原型 希望我们在这一课中讲到的 混合云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能够在大家实际的混合云 运维工作当中起到作用 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课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TCCE高级与运维认证课程的第七课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学习了具体的自动化运维方法 分析了混合云的应用场景 以及统一监控框架 我们在这一课中继续学习 融灾运维场景的应用 实现全面的业务融灾 在本课中我们主要会介绍系统融灾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首先了解一下系统融灾的产生背景 引出系统融灾的概念 为了实现融灾 我们需要规划系统容量 介绍一下系统容量规划的方法 然后介绍利用集群构建高可用的方法 从各个层面实现业务融灾冗余的方法 融灾演练以及快速恢复业务的方法 接着是故障发生时的应对与处理 最后也是一个故障演练的过程 首先我们从综述的角度介绍一下系统融灾的概念 系统融灾概述 假设当前某公司在将IT系统升级到云端方案时 希望公司在云上的业务能够提高可用性和可靠性 因为根据业内有关实践数据表明 人为和自然造成的数据系统损失难以完全避免 毕竟系统的正常运行是需要很多条件满足的 这些条件就会面临各种风险 但条件不满足时就会造成故障 据有关数据统计 有20%的组织在五年内会遭遇到至少一次IT系统灾害 包括自然灾害 比如洪水或者地震等自然因素 也包括人为的破坏 开发运维工程师的误操作 系统因为业务量过大造成的崩溃等等 这家公司在过去也遇到过IT系统的不稳定 造成的业务损失 体会过在故障期间对业务开展带来的巨大负面影响 所以公司希望在新系统中尽量缩短服务不可用时间 避免业务损失 并且在后端系统出现故障时 能够尽早恢复服务 在云环境中提高系统可用性、可靠性 故障时快速恢复的目标下 需要通过做好熔灾计划 设计熔灾架构 实施熔灾方案目标这几个途径来实现 那么什么是熔灾呢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熔灾的概念 英文为disaster recovery 也称为灾害恢复 只为了使系统从自然或人为灾害中恢复 或者延续服务 而引入了一系列策略和过程 所以熔灾不光是一系列实施好的IT系统实体 还包括一系列使用这些系统的过程 以及一系列流程、定义措施等等 在国际上的文献当中 熔灾和业务持续性总是一起出现的 熔灾与业务连续性 business continuity有紧密的联系 而业务持续性 更关注在灾害发生时保持业务不中断 熔灾可以看作业务持续性的一个部分 因为熔灾涉及到可靠性与可用性 在业界 这些属性都有一些量化标准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量化标准 来衡量熔灾工作的好坏程度 首先介绍RTO与RPO RTO是指恢复时间目标 Recovery Time Objective 是系统从故障中恢复所需要的时间长度目标 恢复点目标 Recovery Point Objective 简称RPO 是故障中丢失数据和系统状态的时间点目标 注意RTO是时间长度 RPO是时间点 两者综合在一起 可以比较好的表示一个系统从灾害中遭受损失的程度 以及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程度 例如某系统RTO为8个小时 RPO为1个小时 假设系统从早上11点出现问题不再提供服务 那么系统在晚上7点之前恢复工作 恢复时恢复到早上10点之前的数据 中国在系统农灾方面也有自己相关的国家标准 GB-T-20988信息系统灾难恢复规范 在2007年就已经颁布了 这个标准如下标所示,可以分为6个等级 等级越高,系统从灾害中恢复的能力就越强 其中能力的度量也是使用RTO和RPO来进行的 最高等级为分钟级恢复 而且数据和系统没有损失 可以看出,如果能够达到系统6式 系统的容灾水平还是非常理想的 刚刚我们举的例子 RTO为8小时,RPO为1小时的时候 农灾恢复能力就只能达到第四级 高可用,英文为High Availability 业内也经常简称HA 是指系统有高度可用性 这是系统农灾,分布式系统设计等语境中 都会提及到的相关概念 也是云端系统非常关注的一个指标 高可用和农灾这两个概念都关注了故障的时间 在业界有时候互换使用 高可用关注技术层面,日常运围中能够使得故障出现时 能有另外一套系统作为备份顶替继续运行 所以高可用常常在架构设计的语境中出现 设计更多的是架构设计,部署方式对高可用的实现 荣灾比高可用关注的范围更广 不仅是技术层面,还有运围措施等一系列流程 考虑的情况也更极端 更多的关注灾害发生后 怎样能够保证刚刚我们讲的RPO和RTO指标 刚才我们讲了系统可靠性的量化标准 那么系统的可用性也有一些量化标准来描述 比如MTBF是指平均的故障间隔时间 是指两次故障之间的平均时间 用来表证故障发生的频率 MTTR是平均故障恢复时间 是指用于故障恢复的时间 就是指因为系统故障不提供服务的时间 可用性的量化定义有几种 其中可用性的一种定义如这个公式所示 可用性等于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除以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与平均故障恢复时间的和再乘以百分之百 理想情况下,故障恢复不需要时间 那么可用性就是百分之百了 如果故障恢复时间越长 可用性就越小 在语言表述上,业内也有一些约定俗成的标准 可用性的值在99%是基本可用 99.9%是较高可用 99.99%是具有自动恢复能力的高可用 99.999%是极高的可用性 在大型系统的对外宣传当中 常常会看到系统有三个9或者四个9的可用性的描述 99.9%就是三个9 99.99%就是指四个9了 在制定融灾计划时 要重点考虑刚刚介绍的可靠性的量化目标 RPO和RTO也要结合自身业务需求的特性 部署方式特点以及成本预算 打造适合自身系统的融灾计划 比如在具体制定融灾计划时 设计一些必要的保障机制和流程 比如自动化代码发布故障回滚机制 避免因为代码管理引入的问题 结合之前DevOps的相关流程内容 进行流程设定 再结合之前自动化部署相关的课程内容 涉及必要的自动化部署流程 以及自动化测试流程 在上一课混合云相关的内容中 我们介绍了混合云的监控告警方法 其实对于单一云模式 也可以采用类似的做法 在运维的时候 加强日制监控、性能监控 时刻了解系统的运行状况 当性能下降迅速时 考虑应对方案、防患未然 建立告警机制 主动规避这些问题节点 比如当某些节点变得性能低下 可能后续会出现软硬件故障时 在可横向扩展的框架下 及时替换掉 避免更大的影响 另外可以考虑服务分级 在流量爆发时主动降级 将一些优先级低的服务暂停工作 以保证主要业务的持续工作 在容灾计划实施完成后 需要对容灾方案进行测试 可以选择压力测试 系统主机断电 各组件断网 模拟核心服务被攻击下线 数据丢失等方式进行 具体测试时 可以利用关闭部分服务 拔掉网线等方法 进行场景模拟 在测试时 也需要完整地实施容灾方案 看备份、恢复等手段 是否能够切实奏效 我们在容量规划一节 还会有进一步的分析 因为公有云的计算资源 可以汲取机用 部署灵活快速 所以利用公有云 可以实现多种模式的容灾 这种分类方式 是根据备份系统 与工作系统的关系来分类的 可以分为冷备份 应用冷备份 暖备份和热备份 在成本、恢复速度 实现复杂度这三个维度 我们比较了这四种模式 给出了一个比较的柱状图 相比之下 冷备份实现最简单 成本最低 但是恢复速度也最慢 热备份的成本最高 但是恢复速度最快 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呢 下面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 这几种模式 冷备份 是指没有服务容易 仅按需备份 和恢复数据的备份模式 企业只需要定时备份数据 并放到合适的位置即可 这种备份方式 一旦工作系统故障 就只有等工作系统恢复 才能继续服务 在系统运行中 仅仅按照需求来备份 和恢复数据 冷备份的成本低 因为不用创建备份用的系统 但是相对恢复时间较长 因为故障中 没有其他备份的系统 来提供继续的服务 应用冷备份 是指仅实时备份 数据关键组件 在选择关键组件的时候 常常选择数据库 来做备份 其他集群或者组件 使用处在待机状态的 减配实例 减配实例 就是备份中的实例 比实际运行中的实例 配置要低一些 发生故障时 切换并开启栽被实例 在业内部分场景中 将这种模式称作指示灯 Pilot Light模式 类似于燃气热水器 在使用时 会有火苗保留 需要使用热水器时 打开水龙头 就能点燃整个热水器系统 来使用热水 这个备份系统中的火苗 就是指数据库的热备份 一旦发生故障 这个数据库是可用的 只要备份实例开启 就可以恢复整个服务了 虽然配置比之前低了一些 这种模式要求保留一些云主机 作为容灾设备 待机模式 是指在公有云减配实例中 复制所有的服务 这些减配的实例 可以保证系统在真正出现故障时 临时撑起业务量的基础服务 和应用冷备份不同的是 所有的备份实例 都处于开启运行状态中 但并不参与日常工作 故障时可以更快地切换到 备份实例当中 在实际应用中 这种模式比应用的备份 更常见一些 因为在公有云中 备份的实例是否开启 并不会造成成本的差异 双活多壶模式 完全复制了两套服务系统 日常工作的时候 两套服务都是启用的状态 故障时再切换到一套系统 或者剩下的多套系统 这种模式 需要在平时运营时 就维护两套 或者多套同样数量及格系统 需要一些管理模块 或者负载均衡机制 来使多套系统 分摊日常的工作量 相对于其他几种模式 故障恢复的时间短 这些备份的计算资源 平时也可以用于业务服务 成备的基础设施资源 在平时也可以利用起来 融灾系统的实施和计划 可以按照方式所处的层次不同 分为三个层面 首先是业务层面 可以在业务集群 数据库集群 前端负载均衡等角度 部署融灾架构 然后是S层面的融灾 可以实现 汇合云荣鱼和地理级荣鱼 最后是数据层面 主要依靠数据备份和恢复 实现融灾 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会详细介绍不同层次的融灾 实施的办法 我们这一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课再见 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 系统容量规划的具体方法 了解了系统容量规划的方法 才可能让系统 在平时运行时 有足够的应对能力 计量避免因为容量不足 造成的系统故障 在系统容量规划前 需要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首先要明确容量规划目标 要看系统应对的场景是怎样 大概是怎样的数量级别 在这些场景当中 主要是平稳需求 还是有很多突发事件 需要处理极端峰值 如果主要是平稳需求 则主要照顾平稳需求的容量规模 如果有很多峰值需要处理 则需要适量增加系统容量余量 或者建立智能自动弹性伸缩容量时来应对 然后还要结合本身业务系统的架构方式 适用私有云 公有云 还是混合云 这一部分内容在上一刻已经讲了很多了 如果业务系统已经有一些运为历史数据了 那也是容量规划非常重要的参考 可以帮助明确刚刚讲的几个方面 比如目标和业务场景 比如右边的图是CPU资源池的利用率趋势 在后面三到四月的CPU容量分配比之前多 业务增长是否会超过这个容量分配的增量 按照这个趋势是否能够保证计算量的容预 都是需要考虑的情况 最后是需要准备测试环境 在量化的规划容量的时候 需要考虑一些约束条件 其实就是各种期望的指标 右边我们列出了几个具体的约束条件 比如服务类指标 要求服务的响应时间小于等于100毫秒 资源类的指标 要求CPU利用率小于等于80% 内存利用率小于80% 网络带宽小于等于100兆BPS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指标 具体制定这些指标的数据的时候 最好是有一些历史数据作为支撑 比如CPU利用率大于多少了之后 可能业务系统的响应就急剧下降了 把这个拐点找出来 在选举容量指标的时候 可以选择最容易成为瓶颈的指标 这样最容易成为瓶颈的指标都没有出问题 其他的指标一般也比较正常 保证系统的正常工作 比如计算密集型的业务 选择TPS 网络吞吐型 选择网络流量 存储型 选择IO速度 压力测试 可以获取应用场景下 特定性能测试数据 在压力测试时 可以服用历史的流量数据 通过把之前系统实际上线时的 流量数据抓取下来 再用于测试 压力测试分为单链路压力测试 和全链路压力测试 我们可以看一下右边的图 这个业务系统总共有三个流程 压测系统如果只测试了流程三 就是单链路测试 如果测试了流程一到三 那么就是全链路测试 监控系统会实时获取这些流量的数据 和性能数据 也为后面的压力测试提供指标反馈 在压力测试时 可以使用超过目标容量的流量 这样可以保证系统在应对目标容量的流量时 还具备足够的健壮性 在系统上线工作以后 线上实时监控容量指标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还可以提供支持数据 超过预知告警 再采取降级或者扩容的策略 具体的监控方法 我们在上一课中已经有所设计 也演示了具体框架的使用方法 在这里我们举一个规划的例子 这是一个经过简化的电商促销场景 假设促销首页UV100万 所谓的UV就是独立访客数 这里UV100万 就是指一天内访问这个首页的用户数 为100万人 我们看到右边这个图 用户在访问电商网站时 从首页到详情页 下单到最后支付 是流量逐期减小的过程 在每一个步骤的转换中 都有一个转换率 在没有历史数据的情况下 规划的时候需要去假设一个转换率 这个时候可以帮助我们到最后 规划这个系统的具体容量数据 然后我们要在约束条件下 规划相应系统资源 需要预留极端情况的应对方法 利用弹性伸缩扩容 根据我们之前说的 压力测试超过目标容量的做法 首先我们压测首页 用120万的数据 再根据右图的假设转换率 得出详情页72万 下单21.6万 和支付17.28万的压测数据值 这一切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节课再见 在这节课中 我们详细讲解 利用集群构建高可用 业务集群荣灾 主要目标是提高业务集群的可用性 实现高可用 可以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下四点 第一是建立合理力度的服务分层 分别部署置不同的集群 以便隔离物理损坏 或者物理破坏带来的大面积故障 第二是部署架构考虑高可用性 为业务瓶颈设置合理冗余和失效转移 冗余的英文为Redondancy 失效转移的英文为Failover 失效转移指的是某部分服务不可用时 将自动转移到备份服务 第三是尽量利用分布式框架 自有高可用解决方案 比如MongoDB 还有使用ZooKeeper的各种分布式框架 另外注意将核心服务与非核心服务 分离至不同的机器 也包括类似于架构瓶颈的部分 厂商需要承受更多的压力 容易产生故障 在这种时间 可以通过服务分离 缩小故障影响范围 在高可用的环境下 应该尽可能地实现 自动化监控和故障恢复 这样才能达到高效恢复可用性的要求 充分利用现有开源的框架 比如上一课我们讲到的Permisius 还有公有云本身提供的API 以及控制台的功能 另外还可以熟悉和掌握一些服务器管理的知识 如果是混合云中的物理主机 可以使用平台本身附带的服务器管理固件或者特性 时刻掌握服务器的健康状态 建立实时监控机制与预制告警 准备好维护荣灾镜像 和切换至灾备系统的自动化运维功能 具体的方法可以参照我们前几课讲过的内容 后面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演示 数据库在系统中保存了关键的数据 在故障或者灾害发生时 容易产生不可逆的故障或者损失 所以数据库在系统中 常常作为核心备份组件 备份结构分为对等结构和非对等结构 对等结构是指 所有数据库实力的地位相同 可以读写 而且数据保持同步 而非对等结构是主从数据库结构 在系统中作用有所不同 而且常常会伴随读写分离的架构 就是说主数据库用于写操作 从数据库用于读操作 这种备份和读写分离配合 可以达到改善数据库性能的目的 减少读写瓶颈 在建立数据库备份时 应该确保数据备份时刻达到预定值 备份中的数据是足够新鲜的 以便时刻进行故障转移 所以在计划冗余数量时 要充分考虑故障发生时 公有云中是否准备好了足够多的数据实力 来承担数据服务 具体从MyCircle数据库融栽方式来讲 以腾讯云提供的MyCircle融栽服务为例 可以将腾讯云数据库作为栽背数据库来使用 如果需要备份的数据库也在腾讯云内 可以实现内网同步 低网络延迟 腾讯云中的数据库实力有两种 一种是主实力 一种是栽背实力 通过一些简单的配置 栽背实力与主实力云数据库就可以同步链接 栽背实力具有功能限制 断开同步链接就可以升级为主实力 实现主背系统的互相切换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腾讯云中的MyCircle融栽配置 配置时使用我们腾讯云MyCircle数据库 首先创建一个主实力 再创建栽背实力 最后创建同步链接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 这是我们腾讯云的控制台 首先我们切换到关系型数据库这个云产品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州区中 我们暂时还没有云数据库的实力 现在我们先来创建一个实力 这个实力会作为我们的主实力使用 我们选择在广州区中创建这个实力 在架构中我们选择高可用版 本身腾讯云的MyCircle实力就具备了一些热背的功能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每一个实力都会有一个主节点和背节点 然后它们之间也会有数据同步 在基础版当中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架构 当前对所有的特性支持还不算特别完善 所以在腾讯的官方文档中也是建议大家先使用高可用的版本 我们这里命名为主实力 点击购买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按量机费的实力购买成功了 我们到管理页面去看一下 现在我们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等这个实力变成可用的状态 好的 现在我们的主实力已经发货完成了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管理页面 对于这一个实力中 有一个高可用版本的一个关系图 这个实力本身就已经具备了主库 背库和冷背基群 暂时我们的数据库里面还是空的 现在主库和背库之间 它们是同步的状态 现在我们先给这个数据库导入一些数据 我们在这里填入了root的证号密码 初始化一下这个数据库的root密码 初始化以后大概又需要50秒的时间 进行一个实力的重启 现在重启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导入数据 在这里我们上传了一个MyCircle官方的 实力数据库叫Word 里面包含了全世界的城市 国家等等信息 我们把这个数据库作为实力来导入一下 我们导入的时候就按照它本来的样子导入 所以不指定数据库 再通过root用户来导入这个数据 这样我们的数据导入就成功了 现在我们来添加栽被实力 栽被实力的创建页面和购买主实力的时候类似 我们选择好可用区网络 命名为栽被实力 点击购买 我们可以看到实力的购买成功了 我们仍然需要等一段时间 让这个栽被实力变成运行中的状态 等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栽被实力也创建成功了 我们来看一下托普图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托普图和刚才 只有主实力的时候有了区别 我们有了一个跨IDC同步的一个栽被实力 这两个实力分处在广州地域的两个可用区 一个在四区 一个在三区 这个栽被实力同样也是高可用的版本 也有主库 背库 还有冷背积菌 在内部也是有同步的机制 但是现在主实力和栽被实力 还没有同步起来 我们现在让它们同步起来 大家可以看到 栽被实力我们现在有了一个 但是现在还是未同步的状态 我们现在去创建一下同步 我们的任务名称 取为同步栽被实力 在被迁移的表中 有我们刚才导入的这个word 现在我们勾选它 就把这个数据库 同样也同步到那个栽被实力当中 选择好了以后 点击保存并校验 校验完成了以后 点击启动任务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也有我们刚刚创建的任务 并显示了它的进度 等进度到达100%时 我们的栽被实力 就和树实力同步好了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 迁移成功了 我们回到之前的管理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的状态 变成了创建同步完成 我们到栽被实力去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显示栽被实力距离主实力 0兆延迟 也就是说这两个实力 是同步的状态 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右边 有一个把栽被实力 切换为主实力的按钮 点击了这个按钮之后 这个栽被实力 就会变成主实力 切换以后 栽被实力和主实力的同步连接 就被断开了 这个栽被实力 就恢复了实力数据库 数据显入能力了 但是这里要请大家注意 同步连接断开以后 就不可以重连了 如果是实在需要重连的话 需要由CBD的服务人员协助 进行反向数据的同步 和数据交验 那么我们的MyCircle的 栽被实力创建 与栽被实力 与主实力的同步演示 就到这里为止 作为非关系型数据库的代表 腾讯云提供的MongoDB服务 采用了主从热背架构 在与生俱来的高可用架构下 当主据点失效时 集群内部会自动选举出新的主据点 原来的主据点重启以后 会自动成为重据点 或者原来的主据点就会被废弃了 另外增补新据点为重据点 而当重据点失效时 这个重据点就会试图重启 或者被更换为新的据点 这是一种非常灵活和高效的高可用实现方式 负载均衡对可用新的作用是多方面的 在应用服务器对等的情况下 用于帮助避开单点故障 因为对等结构的服务器 可以平滑地横向扩展和转移工作负载 在高可用的部署场景下 负载均衡对于农于服务器的工作量平衡是必要的 这样可以避免工作负载过于集中 造成的某些节点压力过大而出现的问题 最后负载均衡本身具有的功能 相当于实现了集群的故障转移 因为会把故障主机的流量 转移到其他正常工作的节点上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节课再见 我们这节课一起学习一下 实现业务融栽冗余的方法 在上一课中 我们介绍了混合云的相关内容 在融栽的上下文中 混合云冗余就是本地加云端的冗余 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冗余模式 如果使用了混合云冗余部署 需要关注数据部署地点 我们可以使用了混合云冗余部署 如果数据快云模式部署 需要可靠而且快速地同步数据链接 同时需要考虑公有云服务的服务条款 可用性保障和荣灾服务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介绍了四种荣灾场景模式 除了冷备份之外 其他都可能涉及到混合云部署 在混合云模式下 将栽备系统放置公有云端 主系统放置私有云 实现有效的低成本云荣灾 具体落实到私有云 加腾讯云荣灾部署上 有许多腾讯云提供的服务 可以应用到荣灾规划当中 首先通过VPC私有网络隔离灾害 再使用VPN加专线 双重保障方式 提高网络稳定性和安全性 利用弹性集群 避免业务量暴增 导致的服务器扩载的故障 还可以提供负载均衡 来实现双活或者多活的部署 地理集冗余 是指在不同的地域 建立数据中心级别的 两个以上热备份系统 可以在异地复制完整的服务系统 来规避地理集的风险 比如某地遭遇了洪灾 地震 台风等自然灾害 以及遭遇到类似于主干光纤 因为施工被破坏等 知名物理故障 就可以利用其他地理位置的 备份系统来提供服务 地理集冗余 需要与负载均衡功能配合使用 这样可以增强 不同地域用户 访问系统时的用户体验 让用户就近访问 提高访问速度 在地理集冗余的环境下 要求网络提供可靠的高速链接 以实现有效的备份冗余关系 如果是私有的环境 要创建地理集冗余 还是比较困难的 成本比较高 利用公有云的服务 可以实现低成本的地理集冗余 比如可以在腾讯云中 利用跨可用区部署 将放在不同私有网络的CVM 创建在不同的可用区中 就可以轻松地实现跨地域用余 通过腾讯云的同步服务 可以将数据库等进行备份 隔离地域相关的故障 和跨可用区的部署类似 利用公有云还可以跨地域部署 例如一套系统放在广州区 一套系统放在上海的可用区 完全复制部署所有的服务 跨地域高速互联 创建跨地域对等连接 实现两个私有网络 高速的同步数据 腾讯云可以实现 BGP网络访问 跨地域实时切换 这种功能在 硬营山骨干网络故障时 可以提供实时的切换 大幅缩减故障恢复的时间 BGP实时切换 可以执行同ISP和跨ISP栽培 通过骨干专线或者切换路由 实现异地请求 或者跨ISP访问的流量穿越 所以在骨干网络发生故障时 在腾讯云中的业务 可以通过这种技术减少影响 如果是自建的网络 在骨干网络发生故障时 就没有太好的办法 能够快速恢复服务了 在部署负载均衡时 从容灾的角度 考虑建立用于 以保证可靠性 及建立多个负载均衡 另外可以考虑 在不同的公有运可用区 比如在途中的广州二区 和上海一区 建立负载均衡实力 结合DNS的解析能力 还可以支持全局的负载均衡 实现跨地域的容灾 我们这一刻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节课再见 在这一节我们来了解一下 灾备演练及快速恢复业务 现代数据库对数据备份 给予了高度关注 一般都会提供比较完善的高级备份 恢复机制 在这些机制当中 冷备份依旧是有效的手段 但是就有一定局限性 比如不能保证数据一致性 即当冷备份结束以后 可能数据会有更新 并不能同步到备份当中 另一方面不能保证数据的可用性 也就是说当备份执行时 数据库要保持关闭状态 不能访问 热备份为同步热备和异步热备 同步热备是指每次写入时 同时写入备份数据库 异步热备是指 写从数据库的任务 交给主存储服务器 这两种热备方式的性能是接近的 延迟瓶颈都是写入最慢的 一个数据库的时间 云端文件数据备份 和恢复相对传统方式来说 具有更多便捷性的优点 比如虚拟化跟方便管理 可以利用核心服务 其群镜像备份 便于快速部署恢复工作 还具有自动化恢复和存储的策略 下面我们利用腾讯云平台 给出一个简单的 自动硬盘快照管理的原型流程 该流程利用了云硬盘的快照功能 用作便捷高效的数据保护服务 用于数据日常备份和快速数据恢复 该流程通过腾讯云API 定期自动保存一定数量的快照 并在出现故障时 自动恢复快照 在当前每个腾讯云硬盘 快照上线为7的情况下 我们先假设 这个云盘为5个快照 创建快照和快照恢复逻辑 创建快照时 首先查看云硬盘快照数是否已经达到了5 如果达到了 就需要删除一个最旧的快照 然后创建新的快照 然后创建新的云主机和云硬盘 用最新的硬盘镜像进行快照恢复 会使用到的新API主要是查询快照 Describe Snapshots 创建快照 Create Snapshots 等快照相关的API 恢复流程和创建流程类似 如右图所示 在系统发现故障的时候 关闭故障CVM 然后创建新的CVM 新的云硬盘 再引用最新快照 并绑定到新的CVM上 完成故障恢复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这两个过程 首先我们演示 创建快照和维护快照的这个脚本 腾讯云 云硬盘相关的API 也是3.0版本的 所以调用的方式 和我们第一课讲到的API调用方式 是类似的 首先初始化认证对象 然后是CBS的Client的对象 我们在这里用到了 创建快照 查询快照 和删除快照几个API 在执行流程的时候 首先我们初始化 用于查找目标快照的过滤器 我们要找的快照 是DiskID为这个的 快照名称为AutoSnapshot的 因为这样的快照 就是我们在脚本中 自动创建的快照 不至于误物操作到别的类型的快照 然后我们设置了一个死循环 在循环体当中 会不断地查找当前的快照数 这个变量 存储了最旧的快照的时间 为了让它不在第一次比较的时候出错 我们先把它设置成一个未来的时间 接着脚本会确认当前的自动快照数目 如果达到5了 就是大于4个的时候 就删除最旧的快照 MKTime我们可以来看一下是什么意思 这里就是把一个时间字符串 后面是这个时间字符串的格式 转换为Unix时间戳 这个时间戳是一个很大的正整数 就是从IPOC这个时间点 1970年的1月1号 0.0时零分 UTC时序的时间 开始到这个字符串里的时间 所经过的秒数 在这里就是把一个时间字符串 转换成了一个可以比较的量化时间 然后把最旧的这个快照ID找出来 找到以后就删除这个快照 然后等待10秒钟 再确认一下快照的数目 经过一个循环 如果这个时候有空位了 就可以创建新的快照了 在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间隔一分钟的时间 再创建一个快照 删掉旧的快照 不断地循环下去 在实际的工作中 快照的创建没有必要那么频繁 可以一个小时或者更长的时间 来创建一个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控制台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在广州区域 这个我们用来测试的运营实例 我们这里用来做快照测试的运营盘 我们现在还没有快照 现在我们就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 在正常的运行当中 当前是没有快照的 所以快照数是零 然后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快照 间隔一分钟 我们看一下控制台 我们可以看到控制台里面 确实有一个新建的快照 而且名字叫Auto Snapshot 间隔了一分钟之后 这个脚本又创建了一个新的快照 我们来看一下控制台是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看到第二个快照 是在创建中的状态 就这样 这个脚本会不断地循环运行下去 稍等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脚本创建了五个快照以上 是不是会删掉之前的旧快照 现在这个脚本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快照数已经达到了五个 在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打出来的信息 现在已经有最旧的快照 会被删除掉 然后再创建新的快照 这个云硬盘的快照数 会一直保持在五个 然后每间隔一分钟 会创建一个新的快照 这样我们这个自动化创建快照的流程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现在我们把这个流程停下来 来看一下恢复的过程 首先 这个流程也是初始化 在这个脚本中 我们适用到了 创建实例 查询实例 查询快照 创建云硬盘 和绑定CVM几个API 在执行的流程中 我们也是先查找最新的快照 查找的过滤器和刚才那个脚本 比较类似 查找的时间 我们这样反过来 寻找一个最新的时间 然后用这个快照来创建云硬盘 接着我们会创建一个新的实例 再把刚刚创建的云硬盘 挂载到新实例上 当然在挂载之前 我们要等待这个实例 变成运行的状态 最后执行挂载 就相当于使用了一个新的实例 然后云硬盘 也回复到之前一个快照的内容中 现在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 比较快就运行成功了 首先我们找到了最新的快照 然后创建了新的云硬盘 创建了实例以后 我们等待实例变成运行的状态 最后挂载云硬盘成功 我们来看一下公制台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新的实例 在云硬盘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云硬盘 而且是以挂载的状态 挂载的实例 就是刚刚我们创建的这个新的实例 我们这个通过快照 恢复云硬盘和创建新实例的流程 就演示到这里 本集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课再见 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 故障应对与处理的方法 在故障发生时 我们应该第一时间弄清故障的现象 尝试定位故障服务 看一下这种故障现象是否可以重现 如果是一个固定可以重现的故障 就意味着更容易分析出故障的原因 最终解决和避免这个故障 分析日志是定位故障服务 分析故障原因的重要方法 也要求监控系统运为平台 在一开始就做好日志的收集和记录工作 故障发生以后 也应该第一时间看一下日志的提示线索 看一下发生了一些什么 接着是要初步判断故障的原因 原因大干分为有几类 比如因为突发工作负载升高 带来的系统压力 因为系统迁移 升级引入的影响 因为个别应用 服务版本更新带来的影响 因为服务软件缺陷 造成了内存泄漏等等 如右图的两台服务器主机的实力 都发生了服务故障 但是原因不同 在左边的主机上 是突发流量导致了服务B 响应缓慢 影响整体系统的吞突 而右边主机的服务C 刚刚更新 与部分线上遗留系统不兼容 导致错误 在分析了原因之后 就需要决定应对方式 一般的应对方式 有重启服务 扩容 版本回滚等 在应对故障和分析原因期间 要注意团队沟通合作 首先要沟通清楚故障现象 然后根据现象 引入相关人员处理问题 必要的时候 进行信息通报 提高沟通效率 在右图示例的两台主机中 对于刚刚因为 负载发生故障的服务B 进行弹性伸缩扩容 用增加云主机的方法 在部署服务B的横向扩展实力 来起到故障恢复的效果 而服务C就需要先回滚到之前的版本 下线以后 由相关的开发工程师分析原因以后 再进行修改和上线 保证服务的正常运行 在故障被处理了之后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叫做故障复盘 故障复盘 是指在故障被处理了之后 把这一次的故障 从产生到恢复的整个过程 回顾梳理一遍 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故障的原因 避免这个故障下一次又出现 在复盘的过程当中 需要对这次故障进行总结 重点是要给出这次故障 造成的影响的分析 应对过程的时间线整理 看一下是否应对及时 是否有可以改进的技术和流程空间 讨论和分析造成这次故障的根本原因 最后再给这次故障定性定则 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这种会议和讨论 都是比较痛苦的过程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 要做到对事不对人 不要做成批判个人的形式 而要多关注可以提升改进的技术 做法 以便吸取教训 作为运维团队的一员 在故障复盘当中 要多留意运维改进的角度和空间 比如自动化运维 是否还有实现方式 可以用来改进和提高 故障恢复的速度 监控平台是不是可以 再增加两个指标告警 来预防这种故障 日志是不是可以再详细一点 应急方案是不是已经够用了 对于相关支持的人员 是不是即时已经通知到了 是不是还需要增加资源等等 能不能在部署的时候 再建立一些高级的 服务自愈机制等等 相信在实际的项目锤炼当中 运维团队的整套流程和技术 也会越来越精的吸考验 本节课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最后一部分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演示一下故障演练实践 首先是实践环境的准备 在这个演示当中 我们打算选用待机模式 来做备份系统 就是备份系统也是存在于 公有云中处于开启状态的 只是平时不参与业务工作 我们看右边的图 右边的圆形系统 在正常工作的主系统中 使用两个CVM 其中一个放Web Server 另一个放后端的Node.js服务 另外还有一个高可用模式的 MyCircle数据库 这个前端Web服务 Apache2和Node.js的服务 是相互依赖的 如果后端服务垮掉 那么前段页面也不能访问页面内容了 在故障演练中 需要从各个角度模拟服务的故障 比如尝试关闭主系统中的两个CVM 断开数据库的链接等等 然后在发生故障时 将系统切换至备份系统 在演示当中 我们会通过关闭后端CVM中的服务 来测试自动化备份切换流程 是否正常工作 然后我们介绍一下 这里演示的流程 首先我们会通过Ansible实现一个简单的服务监控流程 然后我们会将后端服务手动关闭 来模拟后端服务故障的情况 在侦测到这种情况之后 Ansible的Playbook会调用本地的Python脚本 通过腾讯云弹性公网IP的API 实现弹性IP的换榜 换榜之后 用户的访问会自动切换到备份服务器中 就做到了缩短故障恢复时间的效果 在实际工作中的故障演练当中 还需要记录一下 故障恢复所需要花费的时间 算一下各种情况下的RPO和RTO 再观察一下 有没有可以再改进的地方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 这个故障演练的过程 首先我们熟悉一下演示的系统 我们这里有三台CVM 其中故障演练一和二 是平时使用的主系统 故障演练三是备份系统 故障演练一绑定了弹性IP 用户的访问入口在这里 上面有web server 故障演练二中安装了后台服务 而备份系统中有前端和后端两套服务 备份系统和主系统都通过一个腾讯云的MyCircle实例 来访问数据 相当于备份系统是一个减配以后的平日系统 我们先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演示系统 这个演示系统展示的是一个简单的表格 说明我们的前端访问界面 是通过后端服务拿到了数据库中的数据 这个数据就是前一个演示中 我们也用过的MyCircle官方实例数据库中的内容 我们去两台机器上看一下我们的业务服务代码 首先在故障演练一这台机器中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看到有Apache2在工作 在故障演练2这台机器中 有我们的backend这个服务在工作 我们看一下前端的代码 这是我们前端的代码 我们可以看到 前端代码指向了后端服务的3000这个端口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后端的代码 我们的NodeJS的后端服务 监听了3000端口 在中间读取了MyCircle的数据 然后向Api中提供了这些数据 我们现在把后端服务关掉 看有什么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数据就不能正常显示了 现在我们把服务恢复回去 这样数据又可以正常显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用来实现故障切换的脚本 首先是Ansible的Playbook Ansible的基本用法 我们在第三课中详细的讲过 如果不记得了的同学 可以回去参考一下第三课的内容 我们这个演示的Playbook比较简单 首先我们看一下host的内容 我们在这里填入了三台CVM的用户名和密码 方便后面远程控制这三台机器 然后我们看一下Playbook 我们这个Playbook中只有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查看后端服务是否在工作 是否工作是通过查看后端服务器的三千端口 是否还有服务在监听来判断的 这个方法我们在第三课的演示中也使用过 如果还有服务在监听 就说明还有服务在工作 反之就是出现了故障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使用了Ansible中 until这个条件 也就是说这个步骤会执行到 bankend running.sddout等于空 这个条件达成为止 而这个输出为空的条件 就是当前系统中没有在监听三千端口的服务了 Retrize表示 在发现服务还存在的时候 还需要尝试的次数 在每次Retrize之间 我们选择Delay了两秒时间 第二个步骤就是在发现故障时 调用Python SDK脚本 实现弹性IP的换绑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ython脚本的内容 换绑弹性IP会用到VPC私有网络下的API 在这个脚本中 我们主要使用到了结绑IP 查询IP和绑定IP 在这里我们填入了使用的弹性IP的ID 就是当前已经绑定在故障眼链1 这台机器上的弹性IP的ID 然后选择结绑后 再给这台机器一个公网的IP 然后先结绑 结绑后查询IP的状态 变成onbound之后 就把这个弹性IP绑定到故障眼13这台机器上 最后再查看一下状态 是不是IP已经变成了绑定状态 好 下面我们就在本地的Linux机器中 运行这个NCPU Playbook 这个Playbook会不断去check 我们的故障眼链2这台机器 后台服务的运行情况 如果后台服务一直在运行的话 它就会不断地去重视查看 间隔两秒一次 这里都在重视 重视了几次之后 我们把这个后端服务关掉 现在要开始运行那个Python脚本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换绑IP的脚本已经运行成功了 我们来控制台看一下换绑的情况 之前的弹性公网IP 已经从故障眼链1 切换到了故障眼链3这台机器上中 我们来访问一下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的服务已经成功地从主系统 切换到了备用系统当中 刚才我们已经把主系统的后台服务关闭掉了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备用服务的系统 还仍然正常访问这个网站 还可以正常访问这个网页内容 这样我们的演练过程就完成了 这个简单的自动化故障转移的流程 就是这样使用的 大家在今后实际的英语当中 可以丰富这个监控的过程 结合高级的自动化监控平台工具 和告警来完成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在知识方面 我们学习了系统容灾概述 系统容量规划方法 利用集群构建高可用 实现业务容灾冗余的方法 栽备引炼 以及快速恢复业务 以及故障应对与处理 在技能方面 我们演示了利用腾讯云快速搭建 高可用的MyCircle栽备实例 利用腾讯云API 实现了自动化硬盘快照管理的方法 最后我们演示了一个 简化的故障演练的过程 希望大家能在今后的实际工作当中 多应用农灾的相关技术 防患于未然 第七课 实现全面的业务农灾 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课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TCCE高级云运为课程的第八课 随需而变 业务迁移方案 在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学习了一系列自动化运为的方法和技术 以及混合云和融灾的两种场景下的运为工作 这一课我们开始学习在迁移场景下 运为相关的知识和技能 在本课中 我们介绍系统迁移场景的运为 首先我们会介绍系统迁移的产生背景 接着从概念和理论的角度 介绍系统迁移的总体方案规划 然后介绍将本地数据中的数据库和文件 分别迁移至腾讯云的具体方案 最后我们会给出一个简单场景下的 迁移实践演示 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业务迁移的概念 业务迁移概述 承接之前提到的某公司的业务应用场景 公司的业务持续升级 之前云端部署的部分系统已经成功 现在需要将另一部分传统系统的数据和系统迁移到云端 IT部门进行了仔细分析 列出了可能遇到的风险 首先迁移的工作比较繁杂 效率低 有时迁移工作比重新部署还困难 因为涉及之前遗留系统的方案 如果想要设计在线迁移的方案 而不影响当前的在线业务 更是比较困难 在迁移的时候 势必会需要暂时关闭当前的业务系统 会影响现有的服务 最后还要考虑兼容性 数据丢失的风险 在这种场景下 公司的IT部门考虑到了使用云端服务 来辅助实现系统和数据的云端迁移 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制定合理的迁移计划 再实施迁移 而且在迁移的时候 尽力要做到缩短实施周期 兼顾遗留系统 并保证数据一致 我们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节课再见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业务迁移前的准备工作 规划业务迁移方案 迁移有很多种分类形式 首先按照迁移是 原服务是否受到影响 在迁移期间 同步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热迁移 英文为Line Migration 第二类是冷迁移 采用热迁移的时候 业务服务不中止 用户影响小 在当前业界更受欢迎 也是最新基础架构 倾向于支持的新特性 冷迁移是指离线备分以后迁移 所以存在终止服务的时间 而且在大量数据需要迁移的情况下 同步比较困难 但是相对实现比较简单 技术门槛比较低 业务迁移 按迁移内容来分类 可以分为数据迁移 应用迁移和系统迁移三种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这是从三个不同的层面 在迁移业务服务 在业务迁移之前 我们需要设计一个迁移规划方案 在规划迁移方案时 首先要罗列迁移的组件 再确定一下这些要迁移组件的迁移顺序 然后计算成本 看哪些迁移起来比较容易 哪些比较麻烦 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资源 接着需要预估一下时间的长度 选择迁移的时间点 比如选择对业务影响不大的半夜时间来进行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 需要评估迁移的风险 比如哪些组件 可能迁移后会和现在的服务访问模式有区别的 对现有系统 用户体验方面的影响的 比如网络延迟 服务的可用性等都需要考虑到 迁移的过程 不可避免会造成部分服务停止工作 所以为了尽量减小对服务的影响 我们应该合理地规划迁移的顺序 一般来讲 应该从简单独立的组件开始迁移 从简单的组件开始 可以避免一开始迁移 就遇到失败的任务 这样会影响整个运维团队的工作士气 如果迁移后的组件 需要在云端作为支持的组件 就考虑优先迁移 比如一些后端的API 为移动应用提供了调用的服务 这种就可以考虑优先迁移 在迁移工作的最后部分 再来迁移偶合复杂 依赖多的组件 在迁移的时候 为迁移困难的模块 预留足够的冗余服务和时间来完成 在当今这个微服务的时代 使用容器等新技术 可以降低迁移的难度 因为这些影响都相互隔离了 但是运围团队在迁移的时候 依然需要厘清这些服务之间的调用关系 避免迁移带来的影响 在规划迁移方案时 需要重点地考虑下面这些因素 首先需要考虑的是成本 这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决定了总体迁移策略和方案 规划时要选择热迁移还是冷迁移 迁移的系统属于怎样的规格 还有怎样选择备份等等 规划时还需要承接部署形式和容灾等议题 结合我们前面的混合云和容灾相关的知识内容考虑 针对部分成就模块 可能重构以后再以新的架构形式上限 会是更加高效的办法 所以需要慎重地选择迁移或者重构 看哪一种成本更低 风险更低 在迁移的时候 需要细致的考察CSP 就是云服务提供商提供的服务模式 提供迁移的接口 比如对于数据库 是否有在线迁移的功能 网络基础架构 是否稳固 可靠 安全等等 还要了解公有云平台 允许的镜像导入模式 如果要迁移的系统 恰好不在允许镜像导入格式的范围内 则需要重新在公有云中 准备相应的操作系统镜像 对于云服务器以外的服务 还要对照现有系统采用的数据库产品 及对象存储产品 研究业界普遍使用的迁移方式 再看迁移的目的平台 是否适合这种方式 刚刚在迁移方案内容中提到过 在进行迁移规划时 要列出需要迁移到云端的组件 并且分类 考察需要迁移组件的特性 可利用工具 考察迁移后 而运为系统监控工具 是否还可以像原来一样使用 或者有没有可以改进的空间 总体来讲 需要考察整个系统在迁移以后 是否还能顺畅地工作 比如需要迁移一个数据库 看是应该放在CVM实例里呢 还是购买一个腾讯云的数据库实例 导入的时候 直接利用数据库服务 还是相对传统的自己维护和配置 在CVM里的数据库 之前我们讲的混合云 统一监控平台的监控指标 和告警机制 在迁移以后 是不是还能通过 简单的配置更改以后 就能正常工作 等等 我们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节课再见 接着我们来学习一下 实施业务系统迁移的方法 当我们需要迁移的对象 是操作系统时 首先需要准备迁移的环境 在迁移的时候 尽量使用自动化的方式进行 以便今后在部署的时候重复利用 并且可以跟踪记录整个操作过程 在迁移的时候 如果重复利用的需求不高 可以考虑一下比较简易的模式 比如使用轻量级的脚本 像Shell、Python这种比较好用的脚本语言 可以临时编制一些 趁手的工具 替代重复的手工劳动 如果没有办法进行整体迁移 比如把系统打包成镜像 整体导入 就要准备迁移的数据和安装包等等 用于后续的云主机安装 准备FTP或者其他高速高效的方式 比如利用腾讯云的对象存储 在腾讯云和本地环境中共享资源 腾讯云提供的私有网络 或者带有公网IP的云主机 能够满足一般迁移的传输需求 如果是整体迁移 最理想的方式还是整体打包系统导入 在不能整体导入系统镜像的平台 要通过云端镜像 复制系统环境 先通过公有云镜像 初始化一个系统 然后利用自定义镜像 简化部署的流程 这部分内容可以回顾一下第二课的讲解 如果已经有自动化部署脚本和工具 也可以用于云端迁移 下面给出一个自动化迁移架构的实例 假设系统部署在由私有云和公有云组成的混合云系统中 要求迁移后能够扩充现有服务组件的混合云 在使用Ansible的框架中 使用Playbooks部署过私有云中的主机 如果本身业务系统对横向扩展支持比较好 那在迁移时 可以利用原有脚本更改网络等配置 就可以直接利用到公有云私有网络中的部署 利用原有自动化运维框架 充分利用DevOps 实现自动化交付 刚才我们提到过 在支持系统镜像导入的平台上 系统迁移可以直接选用整体迁移的形式 系统整体迁移 直接以虚拟机形式整体迁移 在这种情况下 迁移无需仔细考虑各种部件迁移的特性 但是以实际操作的情况来看 迁移前所在的网络配置和环境 以及依赖特殊硬件配置的程序 可能会引起兼容性的问题 有时候这种问题会比较难以解决 事被公办 所以整体迁移虽然看起来比较理想 在实际操作中还是容易遇到问题 产生一些风险可难以步到位 系统整体迁移 按照被迁移的系统分类 可以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从物理机迁移 需要使用P2V工具 将物理机转为虚拟机镜像 P2V就是Physical to Virtual的缩写 这种工具有商业版 也有免费版 大部分都支持VMDK格式 在这里仍然要强调一下P2V的兼容性风险 可能会面临转换后的虚拟机 不能工作的问题 另一种是从VMware主机迁移 要注意卸载VMware Tools 还要还原操作系统的内核 避免兼容问题的产生 接下来的步骤 就是参考第二课的内容 制作镜像 再通过云平台导入镜像即可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下一节课再见 在这一节中 我们再看一下实施业务数据迁移的方法 在迁移业务数据时 迁移对象常常为本地数据库 这是分为两种模式 冷迁移和热迁移 冷迁移可以 理解为离线迁移 热迁移为在线迁移 在迁移时可能遇到的风险有 第一迁移是否成功 就是说迁移可能失败 可能目标平台没有正确地接收到 迁移过去的数据 第二是网络中断 数据库迁移和同步都依赖于网络链接 如果链接中断会造成数据不一致 而造成一种意外的状态 第三迁移速度缓慢 同样与数据链接有关 有可能在链接速度不佳的情况下 迁移花费时间过长 服务停止时间太长 而导致业务受损 在意外情况发生时 可能迁移后的数据不能和数据同步 出现数据相关的流程故障 迁移当中出现的异常可能还会造成数据丢失等等 刚刚我们说了数据迁移的两种模式 其中冷迁移的风险低 操作简单 但是由于需要停止服务 服务中止时间长 冷迁移适合数据量小 业务简单的情况 其性质类似于容赛中的冷备份 迁移时一般要将数据库导出为文件 再到目标平台导入即可 以MyCircle导入到腾讯云平台为例 应该避免使用人工构建的Circle语句导入数据库 因为人工写的Circle语句容易出现错误和不兼容的情况 使用MyCircleDump导出的数据用于导入 在腾讯云平台导入Circle文件时 文件名称允许英文数字下滑线 而且不能包含Taste的字符 另外注意原和目标MyCircle的版本和编码兼容性 如果可能的话 希望能尽量一致 数据在线迁移 就是热迁移 需要在正在运行的系统中进行迁移 所以业内常常把数据在线迁移 比喻作为正在飞驰的汽车换轮胎 在线迁移模式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平移 使规模横向扩充 比如数据库实力数量增加 而读写结构不变 这种迁移相对简单 而且常常在可以支持 横向扩展分布式架构中进行 比如系统中增加了新的从数据库 属于平移 另一种是转移 使结构上有变更的迁移 比如字段有更改 更换数据库等 如果涉及数据库变更 需要考察新旧数据库的结构特性 和迁移接口方式等 最好能够找到一些测试环境 进行测试 保证迁移成功 比如系统中增加了新的主数据库 和从数据库 之前的读写关系也有变化 这种属于转移 进行在线迁移时 可以选择先建立新旧数据库同步 然后迁移历史数据 如果读写模式有更改使用 则需要切换主数据库 前两个步骤的顺序可以调换 就是可以先迁移历史数据 再同步数据库 以MyCircle为例的热迁移 有几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利用 MyCircle协议进行迁移 这种迁移 只要设置好公网IP和断口号 就可以开始迁移了 对于大量数据的迁移 这种模式能力比较有限 速度较慢 而且在网络故障时 没有办法自动恢复 需要从头开始迁移 第二种是通过冷备份数据 导入数据库 再通过binlog完成数据同步 在业界称作追数据 这种方式也有一定不足 因为依然无法处理一些网络故障导致的中断 在需要迁移的数据量较大时 在性能方面 断电续传和稳定性方面 也不太能满足比较高的要求 最后一种是在原数据库端使用agent 保证传输链接 并允许断点续传 最后通过OSS集群保证迁移成功 OSS集群是一种用于运维和运营的集群 其中有监控告警和管理等功能 这种方式兼顾了高效和稳定两个方面 但是需要使用agent 还需要有外围的运维集群保障 现在腾讯云最新版 采用刚刚介绍的第三种模式 来进行在线迁移 而且腾讯云还为用户提供了控制台进行迁移 非常方便 当前腾讯云支持如下类型的数据库迁移 迁移是迁移到腾讯云的CBD实例 包括在腾讯云服务器中自建的MyCircle数据库 带有公网IP和端口号的本地IDC 以及其他云上MyCircle数据库 所以只要具有公网连接 就可以方便地将自建数据库 或者大部分主流MyCircle产品 迁移到腾讯云 下面我们来演示一下这种热迁移 我们首先需要准备一个外部数据库 作为原数据库 然后在腾讯云创建一个新的MyCircle空实例 配置完成外部MyCircle的IP和Port 准备同步方式就可以开始迁移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 首先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外部的数据库 我们在一个腾讯云的CVM当中 自建了一个MyCircle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情况 我们登陆到了这个MyCircle的控制台当中 我们同样在这个数据库当中导入了MyCircle的官方实例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当中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城市 国家 还有语言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数据库 迁移到我们的一个腾讯云MyCircle数据库实例当中 这是我们的腾讯云控制台 这个CVM就包含了我们刚才演示的自建的MyCircle数据库 同样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一个空的MyCircle数据库实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库暂时是空的 这个Test是腾讯云MyCircle数据库实例当中默认的一个数据库 现在我们就要创建一个数据迁移的任务 我们进入数据迁移的界面 点击新建任务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迁移是免费的服务 先输入一个任务的名称 我们暂时不需要定时的执行 我们现在是一个初始化的迁移 原库类型我们就选MyCircle 服务提供商是选其他 因为这是我们腾讯云主机自建的一个数据库 所以揭入类型我们选云主机自建 所属地域选择广州 我们创建实例的地域 云主机实例我们可以通过这里 选择迁移验尸 然后填入我们自建的MyCircle数据库的端口账号和密码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测试连通信 看一下这个迁移的服务是否可以访问我们自建的一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到连接成功了 我们可以从这里连接到我们的自建数据库当中 在这里要提醒大家 如果这一步没有通过的话 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在数据库的配置文件当中 在MyCircleD这个项目下面 访定地址一定要是四个零 不然不能从外部的IP访问它 这里填入的账号一定被授予了 从任何host的访问都是可以的权限 下面我们填入目标库的相关信息 填入所属的地域也是广州 实力的ID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新建的腾讯云数据库实力的ID 现在点击保存 我们是一个初始化的迁移 所以就选全量和增量的迁移 选择迁移的对象 我们可以选择指定库表 这个界面已经自动显示出了我们原数据库中的这个数据库 我们选中它 在数据一致性检测中 我们可以选择抽样检测 然后每张表抽样比例都为1% 大家如果对数据一致性的要求比较高的话 可以选择全量检测 接下来我们开始教验任务 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教验任务都是通过了 大家在实践中可能会遇到某些项目检验不通过的情况 在这个时候 检验的界面会给出一些相应的提示 我们根据这些提示 相应的修改我们数据库的配置即可 其中可能遇到的是 迁移和被迁移的数据库的版本可能不一致 还有相应的binlog的设置 最大允许迁移包的数量等等 大家可以遇到问题以后 按照提示具体分析和解决问题 接下来我们启动这个迁移 现在这个任务在运行当中 因为我们所要迁移的数据应该是比较少的 所以这个任务应该会比较快就运行完了 大家可以看到 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这个数据签已经完成了 它完成了冷背和同步的过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数据实力当中 是否已经多了这个数据库 我们登录一下这个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数据库增加了一个叫word的数据库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据实力当中 增加了一个叫word的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就是MySQL的实力数据库 我们刚刚从自建的CVM中的数据库迁移过来的 所以刚才我们创建的迁移任务已经成功了 关于MySQL的数据迁移 我们就演示到这里 在腾讯云的非关系型数据库中 我们把MongoDB作为例子 腾讯云支持自建与外网实力迁移 迁移时在控制台创建迁移的任务 在迁移时确保原实力网络可以连接 通过后台初始数据同步 创建索引和追写OPlog 三个步骤自动化迁移 在控制台的操作流程 与MySQL、Redis等产品的迁移都比较类似 非常简洁 在互联网时代 一届在选择存储产品时 对象存储越来越受到欢迎 可以考虑将服务文件迁移到对象存储 对象存储相对于传统的文件系统来说 结构简单也更灵活 在存储的时候 没有分层的目录结构 而是会分成扁平化的桶 使用为一标识来检索 对象存储适合存储海量数据 五大规模的归岛 数据备份等 也适合高并发读写 如向用户提供自主原创内容的接口的时候 提供多人下载或者上传的服务的时候 比如视频服务等 腾讯云的COS服务 提供了高可靠、高可用性存储 支持弹性扩容 和腾讯云的CDN服务 智能调度等配合 充分利用云端服务的优势 腾讯云对象存储服务 提供了主流编程语言的读写SDK 和Web服务的API 支持JSON和Xmail两种模式 运维管理期间 可以配合自动化运维框架 实现对象存储内容管理的自动化 Python SDK的获取地址 如下所示 在GitHub中 可以直接获取原代码 在使用对象存储时 我们首先创建一个对象存储桶 就是Bucket 然后安装Python CLS SDK 配置Sample.py文件 将对象存储ID等参数 按照实际情况填入 然后运行Python SDK Sample脚本 可以看到执行成功的返回 之后可以在控制台上 看到我们上传的文件 通过这种办法 可以自动化地将文件上传到 对象存储当中 下面我们就来演示一下 对象存储Python CLS SDK的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 这是VSCode的界面 这是我们从GitHub当中 下载下来的最新版的 Python CLS SDK 我们先去看一下 GitHub上面的Link 这就是腾讯云官方的 COS Python SDK的第五版的代码 大家可以通过 GitPool下来这个Repo 或者直接下载这个Zip包来安装 同样这里也清楚地写了 安装指南 我们可以通过Pip来安装它 或者手动通过圆满包来安装 都是使用一个命令行 就可以完成的任务 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视力的脚本 视力的脚本在 我们下载的COS Python SDK的 QCloud CLS目录下面 它的名字叫demo.py 在运行它之前 我们一定要正确地安装 这个SDK的代码 才可以运行 在运行之前 我们需要替换的参数是 用户的secret ID和secret key 这个secret ID和secret key 借权信息 和API中使用的ID和key是一样的 我们把它填入这里即可 接着我们要替换一下region 这个region是我们用于测试的 存储桶的第一域信息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创建的 用于测试的存储桶 这是我们的腾讯云控制台 在云产品中可以找到对象存储这一项 找到存储桶列表 这就是我们这个账号中 所有的存储桶列表 为了这个演示 我们创建了一个叫bucket demo 后面跟一传ID的存储桶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存储桶当中 还没有任何的数据 那么这个地域信息 就可以从这个列表当中得到 比如我们这个bucket demo的存储桶 它的地域就是AP广州 在创建存储桶的时候 我们选择的地域 为了运行这个实例 我们还需要准备两个本地的文件 一个叫test.tst 一个叫local.txt 因为这是两个用于测试的文件 所以在里面写入简单的内容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脚本做了一些什么 首先我们初始化了 COS的配置对象 把我们刚刚的健全信息 第一域都填入其中 接着是初始化了 COS的client对象 通过client对象 我们可以做后面的一系列 关于COS的操作 同样这个client对象 也是通过刚才的配置信息来初始化的 首先这个脚本测试了一下 文件流的简单上传 Bucket需要填入刚才我们创建的 Bucket名称 这个脚本中也说明了 Bucket由BucketName和APPIT来组成 我们注意填入的时候 要填入正确的ID 不然演示的脚本会有运行错误 接着body当中 传入了这个文件流 T是使用的这个文件名 使用标准的等级来存储 接下来是我们调用的API的格式 这个一般来说是一定的 接着这个脚本测试了 字节流的简单上传 字节流的上传不需要创建文件 直接上传了一个字符串 第三部分 这个脚本测试了本地路径的上传 所以它上传了我们准备的 在本地的一个文本文件 再接下来这个脚本测试了 设置HTTP头部的简单上传 这部分和第二部分 唯一不同的就是 把HTTP的头部信息 加入了一下 上传的仍然是一个简单的字符串 再接下来 是测试了自定义的 HTTP原信息定义的上传 如果大家在这方面 有自定义的需求 可以参照这一格式 接下来是高级上传接口 可以把文件分块上传 可以指定每一部分的大小 上传的最高线乘数 所以在上传的时候 可以选择多线乘并行的 分块的上传这些文件 再接下来 脚本测试了 从存出桶中下载文件到本地 因为这个变量file name 还是test.txt文件 所以在这一部分脚本会把刚刚上传的 test.txt文件下载到本地 然后还输出到output.txt这个文件当中 再接着是对应的下载文件 和设置相应的http头部的信息 在下载的时候 还可以通过指定字节的范围 可以指下载文件的某一部分 最后这个脚本演示了 在文件下载的时候 如果出现异常 会抛出什么样的异常 在这里 sdk会去尝试下载一个不存在的文件 这个时候client会抛出异常 下面我们就来运行一下这个脚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 很快就运行完成了 前面的上传和下载的任务 都运行成功了 最后文件下载 捕获异常这一段 因为是故意去获取一个 不存在的文件 所以注欠了no such key这个错误 这也是期望中的行为 我们来看一下test.txt文件 这是我们本身准备的一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看output.txt 然后看local.txt local.txt是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output.txt 相当于是把local.txt下载下来 然后输入到了这里 所以和local.txt是一样的内容 我们再来看一下存储桶中的情况 我们可以看到存储桶中 有刚才这个sdk上传的这个最小的文件 是刚才我们运行的sdk脚本 自动上传的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文件的详情 在文件的最后这个部分 就是自定义的headers 刚才在sdk当中 我们就可以去制定这一部分的内容 如果在进行系统迁移的时候 可以利用顿向存储来和公有云 来进行文件的交换 我们这个演示就到这里 针对其他公有云平台或者自建平台的对象存储 腾讯云提供了专门的接口 支持URL迁移文件 同样也可以使用自动化的方式 还有键权ID和key等等 利用对象存储的迁移工具 可以很方便地将放在其他地方的文件 迁移到腾讯云COS 把配置文件中的source一节的type 改成URL 然后URListFile 这个配置项中填入一个文本文件 这个文本文件中列出了所有希望迁移的文件 这样就可以P样的迁移了 如果是从其他的公有云 把文件迁移到COS中 比如亚马逊云 S3 阿里云 OSS 或者轻牛云 就需要把source一节的type 相应的设置为S3 OSS 或者轻牛 这几个相应的关键字 作为迁移文件的操作来说 就比较方便了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最后一部分 我们开始进行数据迁移实践 在这一节的实践演示中 我们会利用腾讯云的迁移服务平台 这个迁移服务平台 整合了迁移工具 为这些迁移任务提供了统一的监控 这个平台兼容了腾讯云官方迁移工具 和腾讯官方认证的第三方迁移工具 用户可以通过这个平台 实现快捷迁移上云 在迁移过程中 清晰地掌握迁移的进度 同时 这个迁移的服务平台的服务 是免费的 腾讯云的迁移服务平台 整合了自己官方的数据迁移工具 对象存储迁移工具 和第三方的迁移工具 数据迁移工具 用于将外部的数据库 迁移到腾讯云的数据库实例 对象存储迁移 对象存储迁移 用于将外部的文件迁移到腾讯云的对象存储 COS当中 下面还提供了一批第三方平台厂商的入口 这些第三方平台厂商 可以提供一系列的定制化迁移服务 承接前面MySQL数据迁移演示的内容 我们来演示一下通过腾讯云的迁移服务平台 管理迁移任务 我们会通过平台查看迁移进度 获取迁移报告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 这里就是腾讯云的迁移服务平台 我们先看一下概览 我们看到的页面就是迁移服务概览 在之前我们做了一个MySQL的数据库迁移 从腾讯云的CVM中的自建MySQL数据库 迁移到腾讯云的MySQL数据库实例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我们的迁移项目状态 可以看到这个迁移任务是数据库的迁移 然后我们看一下迁移工具 在迁移工具这一页 我们可以看到腾讯云把这些迁移工具 全部都整合到了一个页面上 腾讯云的数据库迁移 就是我们在上一个演示中使用到的 数据库迁移工具 我们点击了立即使用以后 我们的页面跳转到了数据迁移的页面 我们还可以看到之前我们创建的MySQL迁移任务 这个任务已经是运行成功了的状态 另外还有腾讯云的对象存储迁移 和腾讯云的主机迁移 都用于从外部把文件或者云主机迁移到腾讯云当中 其中对象存储服务还在公测当中 点击立即使用之后 会跳转到一个申请的页面当中 腾讯云主机的迁移分为系统盘的迁移和数据盘的迁移 云主机的迁移也需要另外提供申请 去开通这项服务 另外在下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认证过的 第三方的数据迁移厂商 我们也可以通过访问网站了解和获取他们的服务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迁移项目 迁移项目我们可以看到 昨天我们创建的这个数据库迁移 已经处于准备完成的状态 在这里我们可以查看详情 就可以获知我们的迁移任务是从什么时候创建的 然后是什么时候完成的 然后可以通过点击分配之项目 可以把分项的迁移任务全部都分配到一个主的迁移项目当中 选择项目 在这里我们可以新建一个项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迁移任务就已经属于测试迁移演示 我们刚刚建立的一个迁移项目当中了 我们来看一下迁移的报告 我们刚刚创建的测试迁移演示这个项目当中 有我们之前创建的MyCircle的数据库迁移的任务 可以看到更新的时间 还有现在迁移项目所处于的状态 我们这个简单的演示就到这里 最后我们小结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在本课中我们了解了系统迁移的产生背景 学习了系统迁移的常见方式 自动化迁移框架架构 以及不同层次的系统迁移 在技能方面 我们学习了将数据库迁移至腾讯云的方法 利用迁移工具迁移对象存储文件 利用迁移服务平台管理迁移任务 我们这一课随需而变 业务迁移方案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在迁移场景中 灵活地应用各种工序平台来提高效率 大家下一课再见 大家好 这里是TCCE高级云运维课程的第九课 保障业务增长系统升级方案 在这一课中 我们将为大家分析一个云计算式当中常见的运维场景 系统升级 在这一课中 我们会先介绍业务系统升级的背景 再总体介绍在云端环境中系统升级的方案 接着详细介绍业务系统在线升级所需要的步骤 保证版本更新时业务平滑升级 最后我们会演示一个简单的升级场景 首先我们先进行概述环节 系统升级概述 承接上一课的场景 公司在云端部署好系统之后 随着业务扩展 原有系统渐渐不能满足访问量的要求 系统和网站的响应慢慢地变慢了 用户对系统性能的负面反馈也越来越多 公司的IT部门希望能够进行一次全面的软硬件升级 公司的业务部门尽量不影响业务访问 IT部门希望通过合理规划升级 实施升级方案 平滑实现业务系统在线升级 在实际应用场景中 系统升级的需求是十分常见的 因为IT技术日新月异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 总会有一些改进的功能要上线 业务系统从开始开发的时候 肯定也不是一步到位做得很完美的 肯定是需要不断地迭代升级 有时候升级还必须做大改动 IT部门要从架构上 系统框架选型上 数据库访问模式上 去改进当前的系统 这一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一课再见 在系统升级的场景中 我们来学习一下 规划业务系统升级方案的方法 系统的升级有几种分类方式 从升级的模式来分类 升级可以分为横向扩容 纵向升级和结构化升级 横向扩容是指不改变业务应用架构 请对某一服务的主机 做节点数量的增加 现在流行的分布式系统框架 都会考虑到横向扩展的问题 提供的服务 也一般都是以一个集群的形式在出现 让新增一个节点加入框架支持 变得更加方便 比如在前面的迁移 容灾相关的课程中 介绍过类似的横向扩展架构 这种架构能够比较容易地实现高可用 节点之间可以相互备份 解除单点失效 比如Hadoop、Redis这些框架 在新增加节点时 使用简单的配置文件修改 和几行命令行的命令 就可以解决问题 纵向升级 是指服务应用版本更新 或者硬件配置提升 应用架构没有变化 按照升级模式分类的最后一种 结构化升级 是指应用架构在升级的时候有更新 情况较为复杂多变 有时候会伴随服务的重构 比如前面课程涉及到的读写分离 本来读写都在一个数据库实例上 现在读写分离之后 需要增加一个或者多个数据库实例 主实例可以被读写 从实例就只能被读取 又比如把Web服务器从单一节点变为集群 就需要增加负载功能的功能等等 在制定升级规划的时候 需要根据业务需求来计划升级顺序 简单独立的模块先升级 对系统影响较小 这个升级的顺序优先原则 与上一课我们讲过的迁移类似 就是要优先升级 相对独立而且简单的服务模块 规划内容包括了确定升级的时间点和时间长度 选择业务影响小的时间点等等 如果升级持续的时间长 就需要分步骤进行 升级可以结合灰度发布 逐步推进升级 比如升级时将集区分为多个组 一组一组的部署机器 每组部署完成以后 等待一段时间 再进行更多应用的部署 万一升级时出现问题 这样影响的范围会比较小 可以使用较低版本进行版本回滚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应该先在测试环境中 测试好各种升级的影响 在上线生产系统进行灰度发布 在小范围内的升级期间 也可以听取部分用户的反馈 作为用户级别测试的一部分 升级也可以利用自动化运为工具进行 而且也是推荐尽量使用自动化的方式来进行 每一次系统新版本发布 都是一次小规模的升级 有时候升级版本之间的差距比较大 也可能涉及到结构化升级 如果公司的流程已经比较成熟 比如已经实现了DevOps 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架构来进行升级 利用自动化部署框架 以及社区资源 比如我们在第四课中讲到的 Jinkins, GitLab和Ansible的一套方案 使用GitLab管理升级文件 Jinkins出发事件 Ansible具体执行升级部署脚本 按照具体升级需要的部署操作 准备升级所需的脚本和配置文件 这样每次升级 也有之前的升级流程脚本可以复用 比如灰度发布的分组 实现效率的提高 这一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再见 这节课开始 我们开始学习实施业务系统升级的方法 首先所有升级用的软件包要放在软件仓库中 这样方便版本管理 同时也有统一的位置存放 当前最受欢迎的版本管理软件是Git 之前介绍过GitLab可以作为自建版本管理框架使用 当要开始自动化升级时 在GitReport里给这次需要升级的软件都加上Tag 或者创建相应的分支 从GitLab中拉去软件包 就不会造成版本混乱 在升级涉及操作系统更新和软件更新时 为了保证新建云服务器为最新的版本 也为了把这次升级之后的版本变动 都建立到这次升级之上 提高后续迭代更新的效率 可以选择基于升级后的云主机 创建镜像 把当前用于部署的镜像都替换为最新的环境 创建镜像的步骤 我们在第二课已经有了详细讲解了 需要注意亲密文件 提高镜像存储空间的效率 升级运行中的环境和热轻移比较类似 都是难度比较大的工作 可能会影响服务的正常运行 升级运行中的环境大概分为两种 一种是单节点与主机升级 升级前需要确认受升级影响的服务 建立备用访问服务方案 比如本身属于服务器集群框架 则节点下线升级的影响不大 把这些节点分批升级 不会影响整体服务的访问 如果本身不支持负载转移 就需要先准备一个服务备份 用于在系统升级时进行访问 如果系统本身就在公有云中 可以利用云平台进行配置升级 比如利用API接口 这种升级需要关机以后进行 如果是软件升级 则可以利用升级镜像 或者利用部署框架自动化完成 当升级对象是一个集群时 和之前的业务系统升级分类类似 可以把集群升级分为两类 一类是横向扩展 这种情况下 可以比较简单地利用自动化部署框架 或者利用公有云中现有的弹性扩展 另一类是结构化升级 相对复杂 区分需要停止的服务和节点 利用容灾备份持续服务 比如下图中的施力 可以按照升级的顺序 先新增主机 再将现有主机中的服务升级 然后将新增数据库与主数据库同步 最后改变读写模式 为读写分离 在集群升级时 可能会遇到升级失败 升级以后服务启动失败 或者不能被访问的情况 这是可以参考我们在讲容灾的课程中 提到过的回滚措施 在升级前 也需要做好升级前的系统快照 以便失败时迅速回滚 另外在升级之前 可以考虑参考容灾备份的多种方案 选择一种做好备份系统 把业务暂时放在备份系统上运行 避免服务中断 产生严重的业务影响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使用Git这种版本管理工具 来管理升级需要的软件包 在业务系统升级当中 还可以利用Git或者GitLab 将这次升级相关的信息都存储起来 在之后出现问题 或者进一步更新时 方便回溯系统版本 方便地进行配置文件 软件包组合查阅和管理 在之前自动化编排 和DevOps的相关课程内容中 我们讲过利用GitLab的 事件触发机制 和Junkins等框架配合 建立升级和回滚自动化流程 做到有升级需求时 自动触发升级活动 再利用告警和状态判断 自动触发回滚动作 最后一节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系统升级实践 首先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实践的环境 我们在这个实践中 会把一个Web原型系统进行升级 把这个Web服务从All-in-One的模式 就是把所有服务全部都放在一个实例中的模式 升级为多实例分布式应用 并且增加弹性伸缩组 及负载均衡的设置 实现前端服务和后端服务的横向扩容 最后再利用腾讯云API 把实例配置进行升级 因为我们实践的场景 包含结构化升级的内容 我们先规划一下结构化升级的步骤 首先需要增加负载均衡 然后把之前一个云服务器承载的服务 分别放在不同的服务器上 每种服务变成两个实例承载 通过负载均衡 轮循承载的云服务器 前端和后端服务 各留一台CVM作为主CVM 其他的CVM都作为重服务器出现 放到弹性伸缩组当中 这样一旦服务负载 超过设置的触发弹性伸缩事件的预指 就自动通过镜像来增加提供服务的CVM 我们在设计了结构化的升级方案之后 这个集群就具备了自动横向扩展的功能 在新增的节点当中 我们为每种服务的节点准备了镜像 进行自动部署 然后利用弹性伸缩组 进行横向扩展 在业务扩展的要求下 我们还可以自动化批量升级实例的配置 通过调用Reset Instance Type这个API 升级CVM的硬件配置 再通过修改弹性伸缩组的配置 把后续自动创建的CVM的配置 都套用新的配置标准来创建 就可以达到所有配置更新的目的了 下面我们就开始演示这个过程 这里就是腾讯云的控制台 云服务器的界面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演示的环境 我们继续使用了故障演练中 使用的目标系统 这个实例就是升级前的系统 里面放了所有的服务 所以它是一个all-in-one的模式 包括了Web服务器 还有后端服务 这个后端服务还是使用了3000的端口 然后用户在调用的时候 会访问后端服务的3000端口 我们先访问一下升级前的Web系统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系统是在工作中的状态 我们的目标是把Web服务器和后端服务 都升级为可以横向扩展的结构 然后演示一下通过调用API 来调整云服务器的实力配置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两个主机 这两个主机是升级后分别承担 前端主机和后端主机的角色的机器 为了扩展这个结构 我们先创建两个负载均衡 在这里我们已经创建好了两个负载均衡 然后后端的负载均衡我们已经配置好了 前端的负载均衡还没有配置好 我们先看一下后端负载均衡的配置 配置负载均衡主要就是配置监听器的管理 或者进行重定向的配置 我们这里使用了监听器的管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负载均衡建立了一个监听器 这个监听器监听了负载均衡的3001端口 这个IP是负载均衡自己的公网IP 如果有应用在调用负载均衡的IP 加上3001的端口的话 根据转发的规则 就会转发到下面绑定的云主机 被转发到的云主机会访问它的3000端口 我们已经把我们创建的后端主机 放在了绑定云主机的列表当中 在这里还可以通过改变权重 来确定每一台后端主机 需要承载多大比例的服务 后面如果我们有新增的后端主机要加入服务 都需要绑定到这个负载均衡当中 下面我们去配置一下前端主机的负载均衡 同样在监听器里 我们会监听负载均衡的IP的80端口 这里是负载均衡的IP 我们把它拷贝过来 域名还是根目录 均衡的方式可以选择安全重轮序 也可以按照IPRC或者加权最小连接数 这里大家按照自己需求选择即可 点击下一步 健康检查我们在这里开启 这样如果加入的服务其中有不可用的状态 在这个列表中我们可以看到 检查域名我们这里不再检查 乌鲁也不再检查 然后点击下一步 绘画的保持我们这里选择关闭 然后点击完成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进器就创建成功了 然后我们在这里绑定一个云主机 绑定前端的主机 端口选择80 是默认的Web服务器的端口 我们可以看到前端主机的Web也是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 所以端口状态是健康 这样我们前端的复载均衡也配置好了 为了方便我们后面进行自动化的横向扩展 我们把前端主机和后端主机分别创建了自定义镜像 这样我们通过弹性伸缩自动创建的CVM 也可以自带自动启动的前端服务或者后端服务 下面我们来配置一下弹性伸缩组 这是腾讯云控制台弹性伸缩组的界面 我们在这里已经创建好了前端服务的伸缩配置 我们使用的镜像就是前端服务的自定义镜像 我们在这里再创建一个后端服务的伸缩配置 选择自定义的镜像 配置方式都选择保留镜像设置 然后点击完成 这样我们分别为前端和后端服务都建立了伸缩的配置 接着我们来创建一下伸缩组 最小伸缩数为1 起始的实例数也设置为1 系统会帮我们自动的建立第一个实例 选择好支持的网络和子网 支持网络和子网要和我们的主服务器选择相同的子网 然后点击下一步 在最后一步 这里一个选项非常重要 我们可以自动化的选择负载均衡 我们这里是前端的伸缩组 所以我们选择前端的CLB 转发也是转发到新建实例的80端口 然后点击完成 同样我们再创建一个后端的伸缩组 后端的服务都转发到后端服务器的3000端口 这样我们前后端的伸缩组就已经建立完成了 弹性伸缩组已经自动帮我们建立了两个实例主机 分别利用前端的镜像和后端的镜像来创建 我们可以看到云服务器列表当中多了两台主机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实例配置升级的API调用脚本 通过这个脚本我们可以把CVM的配置都调整一下 把CPU的核数和内存大小都变大一些 来保证业务的顺利进行 达到纵向升级的目的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 我们常常需要调整很多台CVM的配置 所以我们需要自动化的批量升级这些配置 调整实例配置这个API 还是支持3.0版本的API调用格式 所以我们这里调用的脚本格式 和我们第一课中演示的脚本是类似的 首先是初始化的部分 我们实例化了一个认证的对象 和我们用来做操作的CVMClient对象 因为我们的调整实例配置的API 需要填入一个配置字符串 所以我们这里需要一个额外的API 叫做DescribeTypeConfig 这个API会返回当前可用区 我们这里是广州可用区的 所有可用的配置字符串 在我们实际应用当中 可以先通过这个API 返回当前地域所有可用的配置字符串 在这里我们调用了这个API 并且打印出了所有可用的配置字符串 然后把我们想要的配置字符串 填入到调整实例配置API的参数当中 比如在这里我们把它改成 s3.small2 填入的实例ID是我们前端的主机里 我们可以看一下现在的配置 我们现在的配置还是一核一季的配置 现在我们把它改成一核两季的配置 刚才大家已经看到了 这个ID就是前端主机的ID 在ForceStop这一项我们选择True 就是说实例在正常关机失败的情况下 我们会选择强制关机的办法 接着就是调用这个API 最后如果调用成功的话 我们会打出配置更新完成这几个字 下面我们来运行一下这个API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脚本打印出了广州区所有可用的配置字符串 我们把配置改成了这样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更改之后 我们的配置是CPU一个 Memory两季 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实例是不是已经改成了这样的配置 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台中 这个实例已经被关掉了 然后再调整配置中 我们等了一些时间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实例的配置已经变成一核两季了 所以刚才我们运行的实例配置的API调用是成功的 到这里 我们已经把原来All-in-One的单实例结构 升级为了多实例的可横向扩展的结构 而且使用了负载均衡来平衡工作的压力 增加了弹性伸缩组 来保障突发容量的支持 到最后我们还演示了一下 通过脚本来升级实例的配置 到这里我们的升级实践任务就完成了 我们的演示也就到此为止 我们小结一下这一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了一下系统升级的概念 系统升级概述 然后讲了业务升级方案的规划方法 实施业务系统升级的方法 在技能方面 我们实践了一个简单场景下的系统升级 这一课保障业务增长 系统升级方案就讲到这里 PCCE高级运营课程就到此为止了 希望大家在将来的学习工作中 能把本课程的知识融会贯通学以致用 大家再见